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以往控制的一个院子 范贱从年初便开始筹备这个事了 所以早就已经打理的富丽堂皇 两个院子的后园那儿开了一个门 所以前后两谷就通在了一处 只是范贤婚后住的院子 正门却是开在相对的另外一条街上 这几日那府里安静得很 工人们早就已经停了 里边的树木假山也早就已经处理完毕 就在那儿靠着天风天水养着 因为没什么人在 所以弱大的院子就显得有些幽静的厉害 没有人愿意在里边多待 一个黑眼飘过 正是范贤悄悄来到院落之中 他右手上托着一块豆腐 左手四指尖夹着三根银针 他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 很仔细的将豆腐块割在柳树的枝丫中 豆腐经过它的改良之后变得极嫩 所以搁在那儿处颤巍巍的随时都可能碎掉 范贤闭上双眼 缓缓将丹田内的霸道真迹提升 经由头顶向后 绘住妖后雪山之中 形成了一大一小两个真迹通道 让自己整个人的状况进入宁静 再无一丝杂念 风气时 范贤整个人画成一道风 吹向了柳树中间 他轻轻一触 脚尖极为强悍地止住了前倾的柿子 疏的一声 凭借对身体的控制能力 他又弹了回来 就像这狡猾的鱼狠 在逗弄鱼人的鱼钩一般 伴上之后 他副手在后 缓缓走上前去 眯着眼睛 看着柳树枝丫里的那块豆腐 豆腐上面有三根银针 正在微微颤动 在刚才电光火石间的一瞬 他奇快无比地 将细针插入豆腐里 摆成了一个品质型 以范贤对人体构造地了解 这道手法如果用来杀人 想来一定是很有效果 他有些满意地取回了细针 自从牛兰接之后 他一直在寻找 自己最为趁手的武器 武竹书的武器是根棍状物 不论是木棍 还是很简单的一根铁签 在武竹的手上 那都是夺人性命的利器 这是境界使然 但范贤很清楚 对于自己来说 一把顺手的武器 可以在很多时候 挽救自己的性命 其实他很喜欢 此时薛杰那把细长的匕首 不论是在淡州 还是在牛兰街 费剑留下的这把锋利匕首 已经帮助了自己两次 只是这柄匕首 在某些场合 根本无法带进去 就比如皇宫 而范贤知道 既然要是在皇宫里 只怕自己终究 不免还是要和 前世小说里那些 侠客们一般闯一次进 武竹昨天的一棍 一袭话 让他受了些刺激 又重新的找到了一些激情 他看着纸上那三根银针 在出阳下反着光芒 不仅是皱眉讲道 这应该涂些什么样的毒药 才比较合适呢 确定了目标之后 做事情就会显得很有激情 所以当一个身手不见五指的夜晚 范贤激情万分地 摸进林婉儿的房后 婉儿不免有些惊喜 毕竟离上子郊游没多久 一番亲热之后 范贤装作不经意间 问皇宫的那些事来 林婉儿从小在皇宫里边长大 对里面的人是相当熟悉 也没好奇 未婚夫为什么忽然对这个感兴趣 还以为范贤是在头疼以后入宫请安的规矩呢 所以他宽慰地说道 宫里的娘娘们对我都是极好的 陛下又不好女色 所以不像北齐几年前死的那个老皇帝一样 六宫粉薰看不进 除了皇后娘娘之外 宫里还有大皇子的生母宁才人 二皇子的生母淑贵妃 三皇子的生母宜贵贫 还有些嫔妃 应该用不着去请安 范贤心想那些娘娘们 自然不愿意得罪你的生母 那位深得太后宠爱 手控内裤银钱的长公主 她在床上挪了挪身体 好抱着碗儿舒服些 好奇地问道 为什么大皇子的生母 只是一个财人呢 宁财人是东义人 当年是陛下第一次北伐的时候 掳回来的 听说当时战场之上 陛下受过伤 宁财人日夜照料 所以陛下帮他脱了罪集 又入了宫 剩下了大皇子 但毕竟他不是庆国人 所以虽说救过皇上 又生了长子 却依然没有办法 博取太后的欢喜 自然也不可能立位皇后 而且他本来已经是贵妃了 不过十年前 宫里好像出了件什么事情 陛下大怒 读了他的尊位 直接降成了财人 范贤是微微一正 心想这深宫里的争斗 果然如想象一般的复杂 林婉儿叹了口气 接着说 幸亏 大皇兄如今 在西边战宫捉住 宁财人 在宫中才能保住地位 只是 他如今似乎也明白了许多事情 在宫里挺安分的 其实 以前我还经常跑到他宫里去玩 只是 这两年少了些 范贤又问了些宫中密文 林婉儿倒也不瞒他 一五一十地说着 到了最后 范贤是终于问到了今天的提眼 他很随意地说了声 听说 太监首领洪公公 在宫里全是极大 嗯 是啊 那位洪公公 是开国之初 便在宫里当差 先立在位的时候 就很信任他 如今 还保着无品的从监首领职位 只是年龄大了 不怎么管事 基本上 就是在太后宫里待着 太后宫里 范贤的心中 顿时涌起了许多阴暗的 前世的历史记忆 怎么了 啊 没什么 只是 如果想和宫里边搞好关系 我总得将这位洪公公 打点好了呀 那倒不用 这位老公公 也就是在宫里走动 并不怎么管事 范贤不可能对怀中的女子 说出自己的计划 她只好微微一笑 接着问 最近你留意一下 看看宫中 大概什么时间 会宣我去见 估计 得过些天吧 怎么 急了 当然急了 这么好个郡主媳妇 搁在外边 谁不急啊 渐渐的 皇室别院小楼的二楼 跪于安静 看着在自己怀中 沉沉睡去的未婚妻 范贤下意识里的叹了口气 生活嘛 总是会多出很多别的东西出来 他希望自己能够处理好 第二天 去太常寺点卯的时候 任少卿大人 神神神秘秘的 将他拉到一边 压低了声音说 你知道那件事吗 范贤看着大人那张三四十岁 拥有当年俊秀痕迹的脸 理所当然的说 什么事啊 哎 红卢寺今儿晨间 发文过来 说要调你去那边 红卢寺 那是庆国专门负责接待外宾 处理各国之间事宜的机构 范贤一正 他知道 太子说的事情开始了 一拱手他问道 少卿大人 为什么要我调去那边呢 我来太常寺 也才十几天而已啊 范老大人在东宫里 有没有关系啊 范贤知道 他是在问自己的父亲 您知道 家父向来吉少与宫中交往 就连大臣结交的也少 那倒是 任少卿点了点头 思南博范贤那是出了名的 油盐不尽 仗着与皇帝陛下 从小一起长大的特殊关系 以往是连宰相都不怎么理会的 在几个皇子之间 也是一向持平 他想了想说道 听说呀 是东宫那边的建议 让你参加这次谈判 谈判 什么谈判呢 北齐来时 来谈的是北江诸侯国之战的后续 比如 了解裴银之类的 而东宫来侯呢 则是要处理上次 苍山脚架 再向二公子遇刺一事 听说带了不少银子美女 所谈判 便是看朝廷 与这两处讨价还价了 任少卿 姓任明少安 是宰相门生 所以如今呢 自然将饭钱视作自己人 他小心地提醒着 这事如果办得好了 也只不过是锦唱添花 反正将士用命 已经将那些疆土都打下来了 但如果办得不好 没有获得皇帝陛下 预料中的利益 那就是极大的不妥 而在东宜城方面 是这二公子之死 如果你过于软弱 则宰相面前不好交代 可是朝廷 既然允许东宜来时 就证明朝廷 不想过于追究此事 只想得些好处便算了 毕竟东宜城 还有位四顾剑 范贤皱了皱眉头 心想这些事 确实有些复杂 任少卿接着关心 你的身份特殊 与宰相马上就翁许一家了 如果想迎合圣意 未免施了翁议 所以这本身 就是个很难堪的局面 你要小心一些啊 范贤一正 这才想到其中的关节处 他感激得一攻手 下官出入官场 根本就不知其中玄妙 只是 这事情有些复杂 而且下官 不过是八品邪律狼 就算红卢斯调过去写礼 只怕也是人为言轻 那便老是待着便好啊 哎 这次你可是副使啊 身处风头浪尖之上 不知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呢 盯我干嘛呢 范贤心中这般想着 面上却微笑着说 少卿大人多虑了 应该无事 确实啊 是这任少卿多虑了 虽然不知道东宫那边 禁言让自己去任副使 是什么意思 到底是拉拢呢 还是想让自己顺了翁意 失了圣意 总而言之 范贤已经做足了准备功夫 倒也不怎么畏惧 下午的时候 就有官教来接自己了 一路青石之上行走 不过一刻钟的时辰 教子便进入了红卢寺 红卢寺呢 相当于后世的外交部门 红卢寺清 相当于外交部长的角色 范贤在前世的时候 很相信一句话 叫做弱国无外交 如今的庆国 乃是天下第一强国 这红卢寺呢 自然也就成为了 很有游水 很有地位的一个衙门 四周的百处森然 夏日热气根本渗不进 衙门里一丝 范贤安静的 坐在清静厅堂的下手房 听着上边那位大人讲话 讲话的是 红卢寺绍兴 新奇物 北齐与东夷城呢 有来递交国书 在已经习惯了 当老大的庆国官员心中 并不是一件 很了不得的大事 所以红卢寺清大人 还在家里边睡觉呢 总理此事的 这是四品的少卿 范大人呐 此觉朝廷任你为接待副使 一是用您才名 二来 北齐之事 终归与您有些关联 只是这一应事物 您并不熟悉 所以不要着急 慢慢来吧 新奇物知道 最恰方坐着 那个漂亮的年轻人 后台有多么的雄厚 所以他说话 很是客气 是啊是啊 范大人 师名满精华 来咱们红卢寺 和那些外邦之人理论 实在是驱才了呀 一大堆的官员 看着范贤 不露声色的拍着马屁 同时 害怕这名公子哥 将红卢寺的功劳 全抢跑了 表情不免有些尴尬 范贤可不敢拖大 他赶紧站起来 行了一礼 又向四周那一抱拳 满脸温和的 看着沁国这些 外交官员们 他很诚恳的说道 下官在太常寺也没几天 连朝廷的阅律 都没有理清楚 宫中任下官为副使 想来也是想让 北齐的贼子们瞧瞧 沁国的子民 不是随便能杀的 只是想让下官 去当个牌坊 倒不见得是要 我真的在谈判过程中 做什么 下官对国邦之间的交往 一无所知 只要求不拖各位大人 后腿就好了 还请诸位大人 不吝赐教 毕竟不是酒居官场的人 范贤这番话呀 说得未免 就嫌过了些 鲁莽了些 但是这般光棍的发言 反而让红卢寺的这些官员 觉得心里边很舒服 本来在得知 范侍郎的公子 要加入谈判过程之中 这些自诩为 沁国最为专业的外交人员 心里边总会觉得有些不舒服 就感觉像是一群 擅长吃腐食的乌鸦堆里边 忽然飞了一只 想抢骨头的秃鹫 人家范公子既然表明了 不是来争弓的 这红卢寺上上下下 自然就高兴了许多 新奇物也是略微赞赏地点了点头 当然 谁都知道 如果这次能够成功的画界 索要大批的供淫 论功行赏 这名明显是来镀金的权贵子弟 一定也会得到 他应有的那部分 会议结束之后 新奇物领着范贤 去了给他准备好的小担间 指着里边已经装满了 一大利贵的文书说 相关的资料都在这了 这次谈判最关键的 是北齐那边想送些银子 就拿回一大片土地 这片土地 如今已经是被咱们占了 而东一城方面 没有任何要求 只是想了结上两次的暗杀事件 一桩就是与范公子有关的 牛兰街事件 那两名女刺客 已经证明 是四顾见二徒的女徒弟 第二桩呢 就是苍山下庄园那件事 不过 你也知道 那件事情啊 有些复杂 所以朝廷这方面 也不可能提出 太有力的证据出来 范贤点了点头 他嗅着满屋子的尘腐气 开始头疼了 难道自己今后这十几天 就要与这些东西打交道 似乎是看出范贤的意思 新少青是微笑着说 范大人若是不愿做班的话 也可带回家去啊 只是密集上边 标着红的文件 那绝不允许 带出衙门一步的 范贤是大喜过望 他虽然知道 对方是不想看着自己 在这二眼 但他还是很感激的说 说实话呀 下官今日来此 还是一头雾水呢 大人若不嫌弃小的懒惰 小的倒是愿意 天天在家睡大觉去 区区的八品邪律狼 敢喝四品红炉绍精 开这种玩笑 庆国估计 是极为少见的艺术了 新秦物文言一正 玄机是哈哈大笑起来 马上呢 他又是压低了声音说 范公子啊 东宫对您 是保有很大期望的 啊 请大人放心 下臣明白 家父常教训家中 刘子弟 身为臣子 谨守臣子之道 听见这个答复 身为太子心腹的新奇物 满意地点了点头 斯南伯大人 以心为国 下官 想了敬佩 这俩人啊 又说了些不贤不淡的话 兴少卿便出门去了 范贤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渐渐眯起了眼睛 父亲范贤确实曾经说过 只要太子在位 那范贤自然是忠于太子的 不过这话连自己都不信 对方这位明显的东宫之人 自然也不会简单地相信 任范贤为谈判复始 这是东宫一次小心翼翼的尝试 看看范家有没有可能 往太子的椅子边上挪那么一点点 哪怕就是很少的一点点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 多人有声小说 庆余年 作者猫腻 播音 广场舞大妈 第七十四集 东宫之中 正在爆发一场激烈的争吵 争吵的双方 是红炉寺少卿 新奇悟 与宫中编钻 郭宝坤 争吵的内容 自然是离不开那位叫做 范贤的八柄小官了 看着双方脸红脖子粗的模样 就知道 先前吵的激烈程度 新奇悟略带一丝 蔑视的 看了郭宝坤一眼 做臣子的 要做正臣 我奉陛下旨意 前来辅佐太子 便是要为太子谋千秋之大业 选一时之良才 邪绿郎范贤在京中 相有才名 观其尽之所为 知尽退 有实才 而范家 向来是黄帅的不二之臣 如此臣子 太子当然 应该是 屈尊缉纳 且不可因为某些人物 一时之气 便拒之门外 郭宝坤是冷笑道 难道少卿大人 以为本宫 只是记恨那一拳之恨吗 你可不要忘了 范府与靖王府的关系 还有那范贤 马上就要成为 宰相大人的女具了 宰相最近的走向 难道你还不清楚吗 不清楚 我只知道 沁国只有一位陛下 沁国也只有一位太子 任何想在朝廷里边 划分派系的做法 都是极其愚蠢的 他不是一个空有壮志 却无遗迹的酸服 他当然知道 二皇子最近火了起来 但是在战略上 他依然认为 东宫没必要将 二皇子当作对手 一旦如此 就会开启一扇危险的门 只要太子自身持身正 大义之前 根本就没什么敌人可言 坐在高处的太子叹了口气 他确实好色 也确实懦弱 但是他并不是蠢货 在他的内心深处 也很清楚 如果从大局角度出发 新少青的看法 无疑是最正确的 但是政治上 向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就算自己小心谨慎 那谁又能担保 那些斜着眼 打量皇位的二位哥哥 会不会做出一些 什么事来呢 眼前的局势 并没有到那一步 太子揉着太阳穴 有些烦恼的说 毕竟本宫乃一国储君 为朝廷储备人才 也是应有之意 至于皇兄那儿 你们不要瞎说什么 那也太荒唐了 这就是在皇宫中的无奈 明明是你防着我 我防着你 但口头上 谁也不能说什么 那范贤呢 郭宝坤仍然是不死心 心急误冷横了一声 郭大人 我觉得您 一直都判断错误了一件事 什么事啊 太子有些好奇的问道 包括你在内的很多官员 都因为范府和靖王府的关系 而将范家归到二皇子一派 但是谁有证据 能证明这一点呢 这一次东宫减职 给了范贤一个 如此露脸的机会 如果范贤真如郭大人所说 只怕根本就不敢 接这个差事 最关键的是 范贤马上要成为宰相的女婿 郭大人以此判断范贤不可能效忠太子 这实在是荒唐 有什么荒唐的 不论是朝堂之上 还是暗处的消息 这都已经表明了 宰相大人已经和长公主决裂 正在试图逐渐脱离宫中的影响 郭宝坤眼中闪过一字阴痕 身为一国宰相 理所当然不受宫中人物的操控 这话有些过头了 星期五醒过神来 向太子行礼告罪 太子无所谓的摇了摇头 示意她继续说 郭大人先前说的正是问题所在 大家都知道 宰相大人与长公主决裂 这和东宫又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这就意味着 宰相大人不再效忠陛下了 不再站在殿下这边了吗 可是姑姑最近也是很生宰相大人的气啊 殿下属臣放肆 切不可因为长公主的态度 而改变对宰相的态度啊 可是 太子是欲言又止 郭宝坤呢 趁着这机会冷冷说道 可是宰相大人 如果还是以前那般 那为什么最近朝会之后 都不像往日那般来东宫请安了呢 星期五是极其自信的一笑 臣未曾否认这点 殿下 眼下只是安排而已 还远远未到双方比拼实力的时候 真正聪明的臣子 自然会紧紧依着陛下 这就足以保持自己家族的长久 宰相大人也是如此 他眼下或许正在太子与二皇子之间摆动 但最终呢 还是会听从陛下的旨意 而我们如果想让宰相大人真正的站在我们这一边 关键就在范贤的身上 宰相已经没有真正的儿子 范贤就是临府的将来 如果我们能让范贤投成殿下 那宰相的态度自然也会转变 净王世子和范贤的关系 你可别忘了 你也别忘了 前些天查出的那人是谁的属下 那人刻意让范贤与殿下巧遇 自然是希望殿下记着前些日子的愁气 羞辱范贤 一边让范贤真正投向他的阵营 好在殿下英明 自然是不会上这种小人的当 太子温和一笑 有些受用 若范贤真是他那派的 他何必再用这种计量呢 我相信 以范贤的力量 一定能发现这件事情背后的隐情 如果真查出来是那人做的 范贤只怕会记恨在心 所以不用担心范贤母前的态度 太子有些心动 他轻声说道 如果这范家还蒙在鼓里 上了那人的当 本宫也不妨可以告诉他呀 收了范贤 就等于收了范府和林府 这京都里两大势力 文官以及权贵 至少有一半的人都是看这两家 而且数年之后 只怕连内裤都是这个年轻厚生在管呢 一个八瓶小官 能带给京都众人的 绝对不仅仅是鸡首诗而已 太子动荣 在心中细细地盘算着 过了半赏之后 他终于是下定了决心 一拍案说道 好 本宫就给范贤一个机会 希望他不会让本宫失望 东宫既定 郭宝坤黯然 心急勿兴奋 太子觉得 自己是英明 又有容人之名 只是这三个人都不知道 皇后与长公主当年 曾经想暗杀范贤 东宫背后真正强大的力量 已经与背后范贤的力量 发生过两次冲突 一次在淡州 一次在牛兰街 以及苍山脚下 当然 他们更无法知道 几年之后 事情竟然会变成那样荒唐 和不可思议的局面 皇宫的夜色 总是比别的地方来的 更加幽深和漆黑 他隐没了所有的真相 与过往 也让人看不真切 并不遥远的未来 会有怎样的 一张脸 有了监察院的情报做底气 后几日的谈判 顿时风云突变 北极方面还将写出 牛皮糖战术 拖的一日是一日 希望能够将沁国朝野的耐心 全部磨损掉 可哪知道 那位确实厉害的红炉寺少卿 心急误打人 本就是咄咄逼人的气势 在这两天的谈判桌上 变得更加力杀 他化身成为一柄开山大福 一下一下的向对方砍了过去 三轮谈判下来 包括换符 上贡 称号之类的问题 就全部解决了 只剩下最后那个难啃的骨头 也就是诸侯国之间疆域的 重新化解问题 范贤化身为接待父使 一直冷眼地看着这个过程 对于新少卿大人的学识谈吐 以及魄力 心中是十分的佩服 他确实没想到 太子身边 原来不都是那些 师尉素餐之辈 不是所有的东宫禁人 都像郭宝坤一样欠奏 而新少卿在谈判的空闲事件中 也有空与范贤交流 或者是暗中观察 对于范贤如此年轻 却又如此氧气的功夫 他感到有些意外 也愈发地觉得 他看不透这个年轻贵人的深浅 总体来说 谈判很顺利 除了监察院帮忙归拢那个卷宗之外 范贤没出多大力 但日后论功刑场 总是少不了他这一份的 所以范贤很满意 目前的生活 书局那边有 庆余年的企业掌柜打理着 范思哲呢 也时常去兼任账房先生 根本用不着他操心 两个月之后大婚的事 自然有林府和范府那些婆娘们 忙来忙去 就连柳氏都很喜欢范贤 要当假驸马的事实 他是做足了后妈的本分 忙得团团转 要知道 娶了皇帝的一女 范贤应该就不会在其家中的爵位了 更何况林婉儿的另一层身份摆在那 皇宫里的那些老处女 时常上府来说三道四 隔几天呢 就是一道某位娘娘的旨意 弄得斯南波范贤都有些焦头烂额了 对于宫廷礼节 全无认知的范贤来说 这些事儿自然是能逃则逃 只是苦了林婉儿和帮兄长被移成的弱弱妹妹 天天沉浸在这种痛苦之中 二皇子托靖王世子带了两字画 相信范贤遗物 但上次避暑巧于太子的事儿 范贤心中有了些阴影 所以推到月末了 希望到时候事情已经平静了些 毕竟眼下看来 东宫似乎对范贤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不是他有这个胆子拒绝皇子的妖性 只是他用的名义极好 为国出力之时不敢榴莲花香 这段日子里 唯一让他有些隐隐担忧的 是北齐使团里那位 一直隐居不出的庄莫涵大家 还有东宫使团里那位四孤剑的首徒 这二人一文一武 都是世间顶尖的人物 这段时间在京都里边 未明也太安静了些 庄莫涵还受太后所邀 在宫中长流讲学 而四孤剑的首徒云之兰 却是一直待在使团之中 偏生范贤最注意的就是云之兰 毕竟庄莫涵的文家名声 与自己没什么冲突 而云之兰 与自己却有夺命之仇 不过身处庆国的京都 相信对方不会傻到 单剑来向自己寻仇的 所以范贤眼下真正烦心的事 其实呢 只是和那一把钥匙有关 晚上他看着那个黑皮箱发呆 锁口那儿看上去是黄童的 但他以前就试过 费界老师留下来那把细长的匕首 都没办法划上一道痕迹 看来这材料有些古怪 黄童的药眼后边 似乎还有一道什么机关 如果不拿到钥匙 连那机关是什么样子 都没办法看见 范贤曾经试图找某种途径 结识宫中的洪老太监 但稍一尝试 他才发现一个事实 虽然自己眼下 在京都似乎混得是风生水起 但其实 距离天下最顶尖的那个阶层 还有很遥远的一段距离呢 太子和二皇子拉拢自己 只是看在自己身后 范林二府的份上 并不是自己本身 有什么出奇之处 而皇宫这块区域 因为不需要看臣子的眼光 所以自己根本 就没办法接触到 婉儿眼下 又不方便经常入宫 所以根本就没有人 能够帮到自己 自己就算想认识红四养都很难 更何况是按照五竹书说的 将他拖在宫外一个时辰呢 二皇子通过世子李鸿城 来请范贤的时候 他曾经巧妙借旁人之狗尝试过 是不是能借此认识宫中的红公公 但李鸿城只是摇头 那老狗啊 只会趴在太后宫里边乘梁 根本就不可能出宫 看样子 只有改个法子 啪的一声 范贤一脚将箱子 重新踢回床下 他看着墙角 似乎睡着的五竹书 我根本就没办法 把那红公公拖出来 五竹缓缓地抬起头 我可以把他引出来 或者你可以尝试着 在皇宫里找到钥匙 范贤吓了一大跳 心想 凭自己这四级以上 六级未满的平均水平 难道去皇宫里边找死吗 但他一瞇眼睛 却觉得 这倒是似乎目前 比较可行的一条道路了 五竹书总说自己的事 只有三品的水准 但自己能杀死成巨术 看来五竹 使自己的计算能力 太过强悍了 所以低估了自己的 运用真气的能力 当然了 这话是万万说不得的 如果真的太险的话 为什么一定要用这把钥匙呢 这是盘缓在 范贤脑海中 很久的一个问题了 如果仅仅是因为好奇心 就要冒这么大的险 似乎有些不划算 你不想知道 小姐给你留了些什么东西吗 想 但是我想 母亲大人一定是希望 我能快快乐乐 平平安安 开开心心的 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 如果 如果为了知道自己留下的什么东西 而导致自己儿子陷入危险之中 也许母亲不会愿意的 五竹也低着头 蒙在眼睛上的黑布 与周身的夜色融为一体 虽然他没看着范贤 但范贤依然感觉到了一阵寒意 你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五竹的声音很冷淡 一如既往的 很少用质问的句式 只是一个冷静的阐述事实 范贤一正 心想自己入京之后 尤其是入下之后这段时间 似乎真的很享受 一个权贵子弟 所带来的权力 财富 以及安稳 但你无法操控自己的生活 眼前的一切 都是构建在 陈平平和范贤的规划之中 范贤的心中 生出一股寒冷 他明白五竹说的是什么意思 但即便是两世为人 自认见识了人间的冷暖与阴险 他依然不敢相信这种判断 他压低了声音 难道连他们都不能相信吗 我的习惯是 不相信任何人 那样的生活会很辛苦的 范贤闭上了眼睛 似乎在模拟一种 永世生活在黑暗中的景象 他们死后 你怎么办 五竹难得发问 就直击范贤的要害 范贤皱了皱眉 我明白了 五竹不理会他的表态 丝毫是没有情绪的说道 能保护你自己的 不是阴谋 不是权力 不是其他的任何东西 只是力量 你要记住这一点 范贤从床边站起身来 很恭敬地向这位仆人 这位老师 这位兄长 躬身行了一礼 我不知道小姐 留给你的箱子里是什么 但是我知道 你必须拥有保护自己 震慑敌人的足够力量 决心也是一种力量 所以我要你 找到那把钥匙 是 我马上着手处理 范贤抬起头来的时候 发现五竹书 又一次消失在了黑夜之中 在这十几年的相处过程之中 五竹除了 雨夜回忆母亲之外 及早会一口气 说这么多的话 范贤明白对方的意思 这京都繁华 销魂世古 确实让自己 从小打磨的冷静 与力量 产生了一丝软弱的迹象 这是一次警告 警告自己 不要过于依赖 所谓家族的权利 以及当年母亲的遗责 这些天里 虽然自己努力修行着 体内的霸道真气 努力熟悉着 身上的那三根毒针 但是真像五竹书所说的 自己的心 其实并没有在淡舟时 那般坚强了 能保护我们每一个人的 只有自己的力量 没妈的孩子 像根草 小草也得往石头缝外边跑 别理会什么阳光雨露 自己把根扎得深些 把镜整得接着些 这才是正道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 多人有声小说 庆余年 作者 猫腻 波音 广场舞大妈 第七十二集 此后的十几天里 范贤真是如同那日所说 天天就把自己 关在府中睡大觉 当然 对他来说 睡觉本身就是一个 修炼的过程 而关于公务方面的事 他拿回了一些资料之后 就交给了王启年 让他做主去办去 误求呢 拿一个很妥贴的谈判方案出来 范贤其实心中明镜似的 王启年 暗中会向监察院那个老婆子 汇报工作 既然如此 这种既繁杂又无趣的工作 自己交给王启年 陈平平大人呢 不管是看在母亲的面子上 还是父亲的面子上 总不能说让自己 在朝野之中大丢颜面 当然会处理的 妥妥当当 在利用可利用的资源上 范贤向来是毫不客气 果不其然呢 数天之后 王启年面中憔悴的 来到双方约定好的小屋之中 递过了一个厚厚的夹子 范贤好奇的打开看了一眼 双眼呢 不由是亮了起来 这家里边分成两份 一份是指允许 红炉寺高级官员观看的 内部参考资料 而另一份是 拟定好的 与北齐谈判的卷宗 资料里边将 北齐的内部情况 分析的是清清楚楚 年轻皇帝 与太后之间的勾心斗角 苦和国师呢 是个和平主义者 诸如此类 资料里边说的是清清楚楚 太后的亲弟弟 宁国侯 这次因为战败 而被北齐文臣攻击 所以年轻的皇帝 并不在乎赔多少钱 割多少地 只要民怨一起 反而可以借此机会 割取后党不少的势力 而太后方面 因为急于平息事端 好控出手来整顿朝政 对这次谈判的指示 也是以忍让为主 这些隐藏在暗处的东西 当然不可能是 庆国的外交官员们 所能看到的 只有监察院 那暗中庞大的力量 通过四处的北齐间谍 打探得一件件的小事 再加以组合分析 才能够得出 如此明确的结论 大庙 有这些情报在手 红炉寺的官员们 可要笑开花了 这些情况的 可靠性是多大呀 王启年的眼角搭了着 看来最近几天 没睡好 可靠性非常高 阎兵云目前 在北齐已经打开了局面 整个情报网 铺设得非常合理 互相参照 应该没有问题 范贤对那个叫 阎兵云的年轻公子 不免生出几分敬意 为了国家利益 安于做一只 引在暗处的老鼠 而且一做 就是好几年 身为朝廷高官之子 确实很不容易 可范贤又哪知道 阎兵云之所以 会可怜兮兮的 待在北齐 完全是因为自己 十二岁时 那场未遂暗杀事件 如果范贤知道了这件事 他不知道 会是感觉内疚 还是会失笑出声呢 汪启年 没想到你鲸鱼跟踪之外 还挺擅长情报分析的 范贤心知肚明 眼前这份卷宗是出自哪儿的 但他却没有挑破 汪启年是有股说不出来 他只能是 孽孽如的回礼 不敢鞠躬 得了 明天呢 就去鸿鲁寺 与少庆大人商议商议 范贤看着王启年 欲言又止的神情 他好奇地问道 还有什么事吗 大人啊 这份资料 不能交给鸿鲁寺 为什么呀 因为 这里边涉及的机密都是最高档的 整个鸿鲁寺 包括鸿鲁寺 青在内 都没资格接触 那 那你说怎么办呢 干脆 让院里通过正常渠道 直接给鸿鲁寺好了 汪启年叹了口气 心想着 如果不是院长大人 一心向您 在这次谈判里 一举惊人 铺平将来的仕途 又怎么会命令 整个六处连夜运转 这才写就了 这样一份卷宗呢 这卷宗看似寻常 其实却凝结着 监察院十几份 情报分析家的心血 您这随便给了红炉寺 院长大人只怕会气得 从那轮椅上 跳江起来 夏末之坟 和显残疑 属气依然 京都的行人 和道上的黑犬 都被这天际整得 有些艳艳无神 八月初八 正是大吉之日 北齐使团和东夷使团 同时到达京都西北面 最后一处官邑 庆国皇帝特下亲旨 命梁使团借助皇宫行宫 三方礼宾官 嚷嚷数日 终于是拟定了 进京的日程及安排 京都的百姓们 纷纷精神一阵 觉得这平凡无聊的生活之中 突然多出一场秋雨来 在他们的心目中 这两个国邦的来史 不是来谈判的 而是来教 投降的国书的 身为谈判 副使的范贤 自然也在迎接 使团的队伍之中 从京都西门处 便候着那些两国官员 安排他们进驻 京都的官群之中 北齐使团的脸色 显然不大好看 毕竟这场指挥 诸侯国展开的战役 他们是输家 而且北齐的将士 也被俘虏了不少 最关键的是 被占了不少的土地 少卿大人 这位是 北齐使团中 位阶最高的 是当朝皇后的亲弟弟 常宁侯 他居高临下 看着那个漂亮的公子哥 心中是极为恼怒 庆国这很明显 是不重视自己啊 对等接待的正史 居然只是个 红卢寺少卿道也罢了 但居然让这么一个年轻人 来冲人赴使 不能不说 这是对于自己的一种蔑视 下官范贤 拜见侯爷 范贤是满脸清澈的笑容 看着敌国来客 怀中监察院的情报 说得清楚 这位爷呀 是个摆设 后方轿子里 那位抢先被公里人 安排去了别院住的 一代大家 庄莫寒 才是真正的人物 和京都里等着 看热闹的居民相比 范贤没什么精神 他正在自己的书房里 小心翼翼地写些纸条子 尽量将监察院的情报 分析报告 用一种 久居京都的公子哥口吻 重新地超成 略带几次书生器的判断 以免让红炉寺的那些官员们 听到自己的禁言之后 下巴掉在地上 怀疑庆国 除了皇帝陛下的监察院外 这什么时候又多出一个 恐怖的情报机构呢 而这个机构 还在为一个 区区八品的邪律狼 而工作 范若若精神不大好 一面用小凯抄着 一面将纸条子贴过来 他说道 哥 这还真是奇怪 你从哪里得到的这些情报 为什么不直接用 还非得把理由弄得荒唐一些 范贤极少有事 会瞒着自己妹妹 这一点 甚至连林婉儿都不羁若若 他苦着脸说 我当初只是偷懒儿 所以想借对方的力量 谁知道 竟整出如此缜密恐怖的一个暗宗来 这些情报 来源见不得光 所以不能直接交给红卢寺 这次北齐的来史是谁啊 范若若其实很高兴自家的兄长 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参与到朝政之中 虽然从很小的时候 范贤就开始教育他 但他毕竟是在庆国这个世界里长大的女孩 总以为堂堂的男子汉 天天去做豆腐 这种事啊 只能当做娱乐 而且也不能长久下去 不是帝党 也不是太后党 更不是太子党 软饭党啊 范贤一边整理着桌上的情报 一面的随口硬道 是北齐皇后的弟弟常宁侯 听说呀 也是位大才子 不过这次 北齐使团里边最显眼的人物 倒不是他 而是他老师 北齐一带文坛大家 听说叫做庄莫涵 只要是天下的读书人都挺崇拜他的 不知北齐那边付出什么代价 竟然把他拉进使团里 到时候殿前论断 只怕陛下也要给他几番面子 这要地要钱的屠夫风格 恐怕是要收敛些了 庄莫涵 范若若是一惊 脸上顿时散发出一种光泽 范贤这还是头一次 在妹妹脸上 看见这种追星的神情 若若向来可是个极为清淡的女子 除了无比崇拜自己的兄长之外 对别的读书人 向来是不假辞色的 不知怎的 范贤的心中 微微有些醋意 幸亏暗宗里边说得清楚 这庄莫涵已经七十岁了 不然我还真得当心一点 做哥哥的 怎么也没个正形啊 若你真喜欢那个老头子 那才就没正形呢 说正经的 那日在田庄里 与你说的事 你到底有个主意没有 那夜月明星仪 兄妹二人在田笼上 操心小姑娘日后的婚事 可是范若若 恼了一阵呢 看四周年经才俊 终无一人入眼 也只好罢了 偏在此时 范贤想起了一桩事 她皱着眉说 上次我们在流青河畔 巧于圣上的时候 她是不是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范若若难得 显出糊涂的深情 看样子 兄妹二人当时过于震惊 记忆有些模糊了 范贤闭目良久 她忽然睁眼睛 一排桌子 大惊失色的说 圣圣要给你安排婚事啊 范若若吓得不轻啊 若说这官宦家女子 最怕什么呀 怕的就是婚事 如果运气好 像林婉儿这样配了范贤道也罢了 如果像是太常寺卿 人少卿那样 配了个母老虎郡主 那一生不得顺义 那可就惨了 而在所有的婚事安排中 最可怕的就是来自宫中的止婚 圣意不可为 就算让你嫁个顽固子弟 你也不可能找地方说理去 如果说往年间的官宦家 还存着将女儿送入宫中 已有圣宠的可能 但是这任皇帝陛下 不好女色 此路行不通 就连带着太子 以及成年的二皇子 也不敢多收姬切 虽然太子的好色之名 传遍了京都 但东宫里 也只有那冷冷清清的 三位妃子 范若若也想起了陛下 似乎是无意间说的那句话 吓得不清 眼眶里边泪花见范 她抖着声音说 那 那可怎么办 范贤脑筋动得极快 心中马上算出了 可能的几家 她眯着眼睛说 大皇子 二皇子 晋王世子 虽然父亲只是侍郎贤 但凭着范家的地位 估计陛下纸亲 只可能在这三人之中选择 万一要择哪位大臣的儿子嫁了 那就不怕 如果你不乐意 我自然有办法 框着这门亲事 如果只亲的是大臣之子 妹妹又不愿意 那范贤自然能想到很多办法 毕竟自己的身后 如今站着父亲陈平平 宰相大臣 所谓三位人 就连东宫太子 现在都在试探拉拢自己呢 只要不是那两位皇子 和晋王世子 范贤有这个信心 将妹妹不乐意的所有婚事 全给他搅黄了 但是最大的可能 还是那三个年轻的最贵者 范贤静了一惊 他忍不住开口骂道 我说李洪诚这小子 天天逛青楼 偏不成亲 原来是在这儿候着呢 看着妹妹恍惚的神情 范贤笑着安慰 这大皇子呢 常年在西门作战 听闻也是鹦鹉过人 二皇子虽然没见过 但听说也是极厉害的人物 至于晋王世子李洪诚这次 咱们兄妹二人都熟悉 除了性情有些花了之外 倒也没什么不好的地方 若将来真要嫁给那李洪诚 有我站在你这边 别说逛青楼了 连妾吃啊 我都不会让她收一个 妹妹你放心 她不安慰还好 这一细细的分析 范若若越发觉得 这件事是真的 似乎马上就要到来了 她悲悲气气的说 哥哥 可是这三人 我都不嫁 哎呀 有什么不好的呀 将来见了你 可得遵义成什么妃呢 万一二皇子将来 真当了皇帝 你母依天下 那 岂不是成了我的老妈了 这小伙儿呀 非常的不好笑 所以若若并没有破体微笑 书房中是一阵的尴尬沉默 沉默这中 兄妹两人各有心事 若若心头是一片的枉然 范贤的心中 却是一片的坚毅 将来若真有什么事 自己得准备些手段才行 谈判的地点并不怎么宽敞 就设在鸿炉寺最大的那个房间之中 北齐来侯与庆国接待官员之间 并没有摆一个极长的桌子 而是像闲话家常一般 坐在各自的椅子上 挤上有茶 谈天一般的说着事 范贤坚持坐在最下方 最不起眼的椅子上 他冷眼看着这一幕 想到了前世的一个词 叫茶话会 范贤虽然名义上是接待父侍 但由于流程呢 还没有进入最后的环节 自己又坚持坐在下边 所以鸿炉寺官员也不好如何 温柔的言语往来之下 因有刀光剑影 说不多时 在战场上 已经见了分晓的两国大臣们 雨调开始渐渐高了起来 有些性急的大臣 臀部甚至已经 快要离开椅子面了 哼 不知道这北疆一战 到底是你们胜了 还是我朝胜了 红炉寺里边 一位六品的主部 再也忍不住 对方的无礼的说法 站起身来 立声斥责道 战事多凶俭 我大齐陛下 心由天下臣民 故而仁义停战 胜负未分 又哪知道 谁是赢家呀 北齐国的水神脸皮 若是不厚 也不可能被派来做尖刀兵 看那个小胡子说的 理所当然的模样 连一向平静的范贤 都恨不得冲上前去 揍他一顿 红炉寺少卿 心急悟 微微一笑 范贤却从这笑中里边 看出了几次阴险来 这阴险是沁国二十年来 胜上所积累下来的底气 只听这位沁国的高官轻声地说道 既然如此 贵时请回吧 你我二国之间再打一场 真正打出个胜负之后 再来谈判也不迟嘛 这是什么呀 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这是赤裸裸的国家恐怖主义 这是赤裸裸的流氓习气 范贤的面上 没流露出震惊的神色 内心的深处 却是无比的赞叹 这位新少卿 还真他娘的敢说 果不其然 此言一出 北极方面开始 大肆地攻击沁国官员 胡乱发话 对两国间的友谊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景象 不料这新少卿 接着冷冷地回了一句 贵我两国之间 何时曾经存在过 友谊这种事呢 这伪小宝谈判 大概就是这种风范吧 范贤心中是嘖嘖有声 堂堂的红炉寺少卿 竟然两国交往中 耍起无赖来 如果不是沁国 确实国力强盛 这种局面断断然 不会出现 红炉寺的谈判 向来是配合得当的 红脸黑脸轮番上场 果然 马上就有另外一位主部 满脸人厚的战绩身来 哎呀 诸位大人 不要忘了自身的直思啊 不要因为情绪激动 而影响了陛下 重修两国之好的初衷嘛 双方是拂休而去 茶话会就此结束了 高层官员们已经亮明了身段 而真正的谈判 在桌边打架的事 都是交给属下 那些劳心劳力的下层官员去做的 只是谈判陷入僵局之中 一时不得前行 而北极使团 那一位大家装莫函 入宫与太后说了一次话后 便极少出了见神 范贤倒是有些纳闷了 那位老爷子 是来度假的吗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 多人有声小说 庆余年 作者猫腻 波音 广场舞大妈 第七十三集 两日之后 红炉寺内 换俘虏 这是头一桩大事 新奇物 已经没有了两国谈判时的鲁莽神情 他淡淡地说道 陛下有旨 背负将士不论如何 也要换回来 其余的都是小事 这方面 我们不妨退上一些 下方有官员应了一声 此次俘获北齐 及他们控制小国的人数 已经大致统计出来了 一共有两千四百多人 我方一共被俘 大约一千人左右 依陛下的旨意 就算我们两个换一个 也能赖回来 新奇物点了点头 很满意属下的工作效率 官局重新化解的问题 陛下的意思也很清楚 凡是这次占得的土地 一寸不让 如果北极想要土地 就拿乾隆湾那块草原来换 乾隆湾 在庆国西北方 与庆国在那处 唯一的非地相连 如果能拿回来 庆国的那块非地 就安全了 下面的官员们 奋笔记录着上司的意思 有人头痛地说 只是 这一次不知为什么 北极方面特别强硬 好像有些鱼死网破的意思 只答应给钱给马 就是不肯割让土地 上次茶花会时 第一个跳出来那个主步 明显是个冲动派 他一拍桌子骂道 那些地 我们已经占了 难道还要吐回去啊 新奇物点了点头 这萧大人 说话虽然有些直接 但确实是这个道理 诸位同僚 不要忘记 这些土地 是咱们的将士 一刀一枪打回来的 是用血和骨肉混回来的 我们当然不能双手奉还了 那些将士 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我们呢 我们只是动动嘴皮子 所以我们更不能放弃 本国的利益 要一丝一缕 一两银子 一寸土地的 和对方争 大人 此言极是 只是 据住在北极上京的使臣 暗中回报 北极太后与皇帝之间的关系 因为此次战败的缘故 已经变得缓和起来 而且太后亲弟弟目前 也已经获罪归家 如果我方在谈判中要求太多 万一破裂之后 两国再战 这点也不合圣上的意思 各位应该清楚 如果北极方面真的君臣一心 百足之虫 咬人一口也是不好的呀 北极上京太过遥远 这一来一回 这些情报也不见得管用 新奇物有些头疼 谈判的最关键 就是知己知彼 虽然眼下占了主场和胜者的优势 但对方身处自己国都之中 倚仗着那些朝廷还没有来得及 收荡干净的北极间谍 他们对于沁国朝廷的反应 能够有第一手的资料 而沁国这方 想知道北极朝廷的真实反应 却有些困难 有人出主意说 为什么不请陛下让监察院四处协助我们呢 要知道四处在北极的人物 可比朝廷其他衙门的人手就厉害得多呀 众人眼睛一亮 心想这倒是真话 身为京都的官员 当然是对监察院又恨又惧 但如果用监察院这条疯狗来对付敌人 没有官员会有意见 只会双手双脚地赞成 出乎众人的意料 一听见这个建议 新奇物顿时失了风度 他开口骂道 你们能想到的事 本官还有四卿大人难道想不到吗 那个阎罗殿不肯给东西 我能怎么办 难道要我去陛下请功前跪着哭去呀 众官心道 原来如此 面策又回归了宁静 可内心深处却想着 如果能够搞到北齐的情报 您就能在兴庆功前的石阶上 哭上一场 又怕什么呢 唐坚顿时陷入安静之中 虽然沁国官员百姓 一向自认是天下最强大的国家 但在当今陛下还没有即位之前 沁国人始终是生活在庞大北魏的恐怖阴影之下 北魏虽然被陛下三次北伐 打得只剩下一半的疆土 成为如今的北齐 但如果将对方逼急了 再起战士 似乎也是件很恐怖的事 所以在没有强大的信心支持下 谈判似乎只有陷入了 僵局这条道路 我今晚再进宫一次 请陛下的旨意 新奇物皱着眉说道 眼光却瞥了一眼 一直安静坐在最下手的范贤 范贤这个副使 似乎是毫无自觉 这么些天了 不论是谈判还是做什么 他始终是满脸笑容的坐而不语 也不知道去想什么呢 新奇物奉太子的御令 调他来此 本意是想让范贤 捞些政治资本 这小子挺懂事不抢功 但老这么闲着 也不是个事啊 他想了想 温言说道 范大人啊 不知你对这件事情 有什么看法吗 范贤缩在衣袖中的拳头 微微一紧 脸上却依然是一片的平静 下官以为 北极眼下只是虚张声势 若他们真的还有再战之力 再战之心 也就不会这么急着 派使团前来求和了 众人一向知道 范大人失明颇胜 全明颇胜 再加上这些日子 又欣赏对方安静不争功 所以对于他此刻的发言 都有些期盼 但是发现 他也只能说出这么一个 大陆说法 不免是有些失望 但在面子上 众官也不好如何 随口呢 就附和了几声 倒是 心奇悟想着 既然要卖对方个人情 那就干脆 卖得彻底一些 他继续温言问道 此话有理 只是两国交往 实则虚之 虚则实之 一国有如一人 这某些时候 往往是被情绪所支配 所以不能全以道理推断 不知范副使 可有其他的证据呢 他心里边倒确实希望 范贤能够坚定 红卢寺中官的信念 范贤在心中 暗赞了一声 少卿大人这句 一国有如一人 他想了一下说 关键嘛 在哪个庄莫涵 诸位大人也清楚 此人在天下世子心中的地位 如果北齐并不是有心求和 段不会花大代价 请这位庄莫涵 随使团来京都的 红卢寺的朱关 也都是科举出身 当然知道这庄莫涵的大名了 略一沉吟 发现还确实是这么回事 但仅此一庄 也不足以将谈判的方向 重新拉回原来的道路上 新奇物皱眉着说 如果能知道庄莫涵如何肯来 或许能有些帮助 监察院的暗宗里边 写的是清清楚楚 庄莫涵之所以肯来 一是北极太后及皇帝 放递的身段相求 二来呢 是庄莫涵此人 像以凡间圣人自恕 他想调节两国间的兵争 第三个理由 似乎是此人的私人原因 还没有查出来 范贤虽然很鄙视 这个圣人的态度 但他却不会轻视 对方的名望 但此刻也不会当着众官的面 将这些原因说出来 他只是轻声地应道 如果能和他见上一面 或许能看出些端倪来 萧主部呢摇了摇头 有些无奈地说 这两国交往惯例 像这种人物 一般也只能在 殿前侧验上才能见到 向我们红卢寺的官员 去求见 如果对方不见 那我们也没办法 只是 自取其辱罢了 不过 范副使如今 诗名早已传遍天下 以诗会有这个名头 相信庄莫寒 是不会拒绝的呀 范贤一愣 他心想 自己笼共只抄了三首诗 其中呢 还有两首诗弱弱写出来的 怎么就能扯到 师名变天下了呀 多亏了新少卿 摇着头 帮他解了围 庄莫寒此人 向来极傲 经史文章 誓此歌赋 皆是世间首选其证 怎么会放下身段 来见范副使呢 依我看来 此次北极请他来 关键就是殿前次验的环节 想借他的名望 说懂陛下呀 众官心中想到 大概便是如此了 等会议散后 范贤得了个空 将少卿大人拉到一边 将自己与弱弱耗费 数页整理出来的禁册 给递过去了 心急悟着草草一番 眼睛亮了 他全然没料到 范贤竟然能写出 这种东西出来 里边的市政 虽然颇有荒唐之处 但细细分析 静思直接指明了 北齐目前的朝政 好啊 如此一来 我红卢寺谈判时 就有了底气 只是范副使 为何你先前不提 此时却私下于我呢 啊 里面有些推断 未免荒谬了些 只是下官的个人意见 所以不敢当堂说出 只是私下 供少卿大人参考的 新少卿忍不住内心的激动 他就站在廊间 细细地跃栏 只是眉宇间 渐渐皱了起来 过了两久 他这才轻声问道 范公司 这里边有许多事情 可是连朝廷都不知道的 秘心呢 范贤的心中一领 他知道 终究是没能瞒过对方 但他的氧气功夫 从淡昭至京都 已经锻炼十几年了 他自身面不变色 微笑着说 下官有些事情 不变多言 为官知道吗 有一要旨 便是得半个高深莫测 果不其然 新奇物不再追问 他反而温和地笑道 若此次谈判 能进全功 我定要上述陛下 保你一大大的功劳 范贤只是微微一笑 行礼告退 新奇物看着 消失在门亭中的青山背影 脸上枉然之色 一线即隐 他是太子晋人 自然知道 斯南伯范剑手中 掌握着一只属于 陛下私人的力量 但这股力量 似乎从来就没有在 倾国的政治舞台上 展现过风貌 难道 仅仅因为范贤的缘故 范剑就敢动用吗 他始终没有将范贤 与监察院联系起来 毕竟监察院是陛下的 私人特务机构 连皇子们都无法插手 更何况他只是一个 大臣的私生子呢 坐在教子之中 新少经称何臣思 叫停之后 他看着教外边 那高高的诸红工墙 心中臣思 看来自己向太子的禁言 是正确的 对于范家 只能拉拢 不能打击 在东宫之中 始终有两派意见 与新奇物敌对的那派认为 既然斯南伯范家 与靖王交好 如今又与宰相家联姻 靖王世子是二皇子的莫逆 而宰相大人 也渐渐与东宫疏远 所以范家 一定会是二皇子来派 新少经却坚决反对这种意见 因为在他看来 范家根本不可能 是一个会随着 靖王宰相衣袖而动的 普通大臣 重重的深宫之中 新奇物老老实实的 跪在书房门口 屁股翘得老高 幸亏有官府挡着 才不止于看着难看 起来吧 皇帝的声音 在帘幕内响起 新奇物站起身来 他双臂垂在身侧 不敢动汗自豪 这书房呢 他来过几次 但依然还是不能适应 此间天然而生的一种压迫感 两滴黄豆大小的汗力 从他的河角滑落 不止是因为 夏末依然太热 还是紧张造成的 可是他呢 却不敢抹去 帘幕里响起了 翻阅纸张的声音 安静了许久之后 皇帝这才淡淡的问道 这条臣 有理有据 很好 既然北边那个做妈的 还是不肯安分 那就好好替朕 将嘴巴张大些 是 陛下 皇帝的声音 忽然有些怪异 范侍郎的儿子 如今在给你认父使 新奇物是没想到 陛下竟然也会对范复使 如此关心 他额头上的汗 又多了几滴 正是 皇帝似乎对于这件事 很感兴趣 这范贤 镇扔他在太成寺里边 做邪绿郎 你怎么想到 调他去红炉寺呢 虽然陛下的声音很温柔 但新奇物 却紧张得快要昏了 他不敢有丝毫隐瞒 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前些日子 奉陛下旨意 在东宫讲学 曾与太子殿下谈及此次 北齐来史一事 因为范贤 与此事有些关联 而且在经中大有才名 这次北齐使团里 有位庄莫涵 朝廷接待方面 也要有位才子才适合 所以臣冒昧提此建议 殿下允了 嗯 穆连后的皇帝 很欣赏这位臣子的坦诚态度 他从来不怕朝廷里边 有人结党 但是这党 必须得结在明处 这件事 不为差错 朕当日就将此事 全权交你办理 即便这太子那儿 你也不用请示 是啊 新奇物和太子的关系 从来就没有想隐瞒过陛下 毕竟自己是陛下当年 指定的东宫侍奉之人 皇帝又翻了一番的卷宗 隐约可见 似乎是眉头皱了起来 范贤做得如何呀 新奇物不敢贪功 他老是应道 陛下此时所见的卷宗 正是范副使 辛苦分析所得 分析所得 真是越来越荒唐了 新奇物不知道 陛下是因何发怒 他大感恐慌 好在此事 似乎与谈判一事 并没有太大关系 等他退出书房之后 皇帝陛下是掀开了木帘 走了出来 那张不怒而微的脸上 此时除了一张恼怒之外 更多了一丝 无可奈何的苦笑 他吩咐身边的太监 船 船平平入宫 太监柔顺领命而去 这沁国的主人 全天下权力最大的中年男子 信不走出书房 站在皇宫的行郎之下 他看着天下 那有些暗淡的月亮 嘴唇微笑 自言自语地收到 国之利器 不知皆相助 鸿炉寺 居然用来 给这小孩做近身之介 好你个林平平啊 看来再不敲打敲打你 你是真要将震那院子 拱手送你那小孩子去玩了 皇帝是何许人也呀 那份号称 泛贤分析所得的卷宗礼 一眼便能瞧出来 监察院的影子 但看皇上的表情 他似乎并不如何生气 只是有些好笑 新奇物 试图让太子拉拢范家 其实恰好迎合了 当今这位皇帝陛下的想法 东宫的倾向 终于展现了一些政治智慧 太子似乎有所长进 这个事实 让这位九虎之尊 略微地感到了一丝 欣慰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 多人有声小说 庆余年 作者猫腻 播音 广场舞大妈 第七十五集 东方已经红遍了天 太阳缓缓地 从贴着地面 没睡醒的云朵里 升了起来 照耀在京都最宏大的建筑群上 皇宫的外墙 显着比那天空 还要赤红的颜色 平静而恐怖地 注视着面前广场上的人群 范贤也是这些人中的一位 他看着高高的弓墙 以及墙下方 深深不知忠敬的门洞 他觉着 这门洞像极了怪兽的嘴 无法控制地产生了一丝紧张 范贤和这个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样 面对着眼前庄严的地权象征 仍然会感到敬畏 但是敬畏并不代表顺从 也不代表着不反抗 这又是他与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宫门的侍卫 检验过众人之后 略带一丝自傲地点了点头 范贤一行人 这才老老实实地走了进去 今天呢是节礼日 宫中有旨 传八品邪律郎入宫 旨意呢是昨个道的 范府昨天忙了一整介 才拟定了进宫的人数 范贤自然是不会去的 四泊南府里的女眷又少 所以京都范市大族里 其他几个府上的远方亲戚 都来自告范勇 范贤哪见过这种热闹啊 范贤是冷冷的 止住了众人的念头 最后定下来 随范贤入宫的就是柳氏与范若 再加上两个随行的老嬷嬷 这两位老嬷嬷当年 都是淡州祖母那年头的老人了 对宫中的规矩清楚得很 柳氏这次肯随范贤进宫打点 有些出乎范贤的意料 因为他知道柳氏虽然一直没有扶正 但实际上 小之后与宫中那几位贵人 一直有来往 侵范与旁人并不一般 若有他在身边 范贤此次皇宫之行 恐怕会顺利的许多 轻微又显操乱的脚步声 回荡在安静的门洞里 门洞极深 出生的斜阳也只能照进一半的地方 而另一半格外的幽暗 一道冷风从宫墙里突然吹了出来 让众人的眼睛有些睁不开 这入九月的天气 竟然顿时有了些深寒料鞘的味道 范贤不易察觉地摸了摸自己的腰带 摸到了那几粒比黄豆还要小许多的药丸 他心中稍安 这道入宫检查格外严格 所以离府之前 他就将自己暗奴与匕首都藏在了屋内 但是武竹书的那次训话 让他印象极为深刻 所以哪怕是在理论上讲 世上最安全的皇宫里 他仍然让自己多准备一些保命的法子 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 人们则是一种很奇怪的群体 在安静的宫墙之下行走着 一行六人的队伍 这脚步声音竟然渐渐地统一了起来 同意时落地 同意时抬起 随着领头的小太监 像是同时拨着四贤琴 发出同一个单调的音节 范贤的心头涌起了一股不适应 他强行顿了顿 让自己的脚步与其他人错开 弓墙之下的步调 一下子被打顿了 他轻轻拉了拉 妹妹的衣袖 低声说道 我有些紧张 范若若晚会一笑 想给他一些鼓励 前方的小太监 却是别过头来 眉头紧索地看了范贤一眼 似乎有些不满意 柳尸皱着眉头 催促着轻声说道 宫中不比其他地方 说话小异些 小太监长得并不漂亮 愁眉苦脸的 听见思南伯爵的夫人这般说 顿时觉得自己也有了光彩 这是哪儿啊 这是皇宫 范贤苦笑了一下 没料到 柳尸接着微笑着说 不过也不用紧张 这宫里我打小便来 那时节还是红公公 任太监头领的时候 这一晃 没想到都是些小孩子 在宫里服侍了 听见了这话 前面那小太监不敢拿派了 赶紧勾搂着身子 往宫里边走 本以为是接几个土豹子进宫呢 哪儿知道 原来是熟人串亲起来了 皇宫极大 长长的成动之后 迎面便是一大片 轻时所旧的广场 让人顿生豁然开朗之感 出尘照耀的太极宫 正殿的屋顶上 黄色的琉璃瓦 反射出夺人眼目的色泽 殿下隔着树杖 便有一大圆柱 殿有长长的石阶 如一条通天白河的白玉路 看上去十分的庄严 范贤眯着眼睛 看着眼前的建筑 心里边涌起了一种荒谬感 他甚至怀疑 自己是不是来到了故宫博物院呢 或许是这种荒谬之感 冲淡了他心中的紧张 和对陌生宫廷的一种隔膜 这之后的行程之中 范贤终于回复了自然的神态 有些像出入范府时那般 他满脸微笑 四周打量着在宫墙之下 低头行走的宫女太监 偶尔抬头看看 远处探出的眼角 却不知是哪座宫殿 不知那宫里边住着哪个人 他的神情 全数落在同行 看在眼中 小太监摇了摇头 柳师的唇角呢 却浮起了一道 若有若无的微笑 他心中想着 这位大少爷 果然是个天不怕 地不怕的性子 今日入宫的主旨很简单 宫里的娘娘们想看看 马上要去尘盒的范大才子 究竟长个什么模样 虽然目的很简单 但这过程特别的复杂 所以范府众人早早地起了床 梳洗打扮 赶着宫门开始就进了宫了 然后在一处脚房里边候着 等着宫里那位娘娘的传召 被召见的人可以等 宫里娘娘们 那可是不乐意等人的 因为起得太早了 所以范贤呢 坐在那脚门房里 喝着宫里的好茶 依然有些犯困 精神大事不佳 柳师看了他一眼 微笑着站起身来 对宫里迎着他们的那位公公说道 侯公公许久不见了 说着这话呀 他手底下又是毫无烟火气地伸出一张手指 银票便递了过去 范贤偷偷瞧着 唇脚一翘 险些笑出来 自己这位姨娘的手段 果然是被父亲熏陶出来的 全靠银票开路打人 可谁知那位侯公公却是面露为难之色 他恭敬地说 哎哟 范夫人 您这不是打老奴的脸吗 您与宫中这几位主子 当年可是一路长大的 老奴哪敢在您这讨饭吃啊 这是赏你的 又不是买你什么 还怕谁说去 哎呀 知道您今天进宫 那几位主子 断没有让您在这久等的道理 您放心吧 只是这天时太早了 只怕各个宫中还忙着洗漱 略坐一坐就好了 范贤的耳尖一动 发现这老太监 称呼柳氏用的是范夫人 看来宫中对于柳氏扶正一事 早有清香 又听着各宫还在 晨洗打扫庭院 他本来觉得呀 洗得太早 来得太早 听着这话 他也是不由地苦笑了一下 好在这侯公公没说错 思南伯让柳氏陪着入宫 果然英明 早朝还没开始呢 范家三人就已经入了后宫 两位老嬷嬷被招待在外边 反正也有好茶好水 当年也是入贯了宫的老人 自然不会闲着无聊 首先去的是姨贵贫那处 这位贵人乃是本朝三皇子的生母 母以子贵 所以从才人生了贵贫 范贤 贵贵贵的行礼 然后听着一个温柔的声音响起来 起来吧 这位姨贵贫生得素敬 不过呢 也只有素敬二字而已 完全没有范贤想象中的力不可言 这大大出乎范贤的意料 柳氏竟然是双眼微润 看着姨贵贫 两位妇人矜持一礼之后 竟然是顾不得礼数 牵着双手相看无言 范贤将疑惑的目光投向妹妹 若若是满脸平静 却根本毫不惊讶 听了会儿说话 范贤这才知道 原来这位姨贵贫 竟然是柳氏的堂妹 范贤心头无比震惊啊 他这才知道 原来柳家竟然根基如此深厚 幸亏自己入京之后 执行的是绥靖政策 而柳氏带自己也算温柔 不然双方真起了冲突 还真不知道谁死呢 你也老不进宫来看看我 都已经四年了 你也忍心将妹妹 一个人丢在这宫里 前几次 好不容易请了纸 召你入宫 陪我说说话 哪知 你竟然不肯来 真是欲死我了 怪我 都怪我 他没看范贤一眼 但范贤却看着 柳氏略显瘦肉的双肩 眼中闪过一道异色 他听着 姨贵贫说的是四年 他非常敏感地想到 弹州那件刺杀事件 依照父亲的说法 这次刺杀事件 柳氏只是个替罪羊 真正的幕后黑手 是宫里最为高贵 那两个女人 柳氏四年不进宫 难道就是因为 这个原因吗 以后我会常进宫来看你的 今儿不是来了吗 要不是你们范家大少爷 要娶宫里 最宝贝那丫头 我可不指望能见着你 他转向范贤这方 温柔地问道 你就是范贤 范贤是赶紧站起身来 清晨脱俗地脸上 堆出那最温厚的笑容 一败即递 侄儿范贤 拜见柳仪 这话可很不合规矩啊 宫女和太监都愣住了 柳氏也有些恶然 心想 我又不是你亲妈 但范贤呢 厚颜无耻的乱盘关系 显然狠头 厌烦了宫中规矩的 一贵贫的胃口 这位贵妇看着范贤是眉开眼笑 果然是个好孩子 这世界上扯淡的事很多 但龙共只说了八个字 便被称赞为好孩子 已经快要时期的范贤都觉得 这事有些扯淡到了极点了 这皇宫果然和别的地儿不大一样 高高在上的贵人们 下判断 总显得过于随心所欲 和依照自己的喜好了 范贤虽然一直不知道 柳氏和这位宇贵贫的亲戚关系 但并不妨碍 他从婉儿的嘴中知道 这位宇贵贫眼下 是极得宠的一位妃子 不然也不可能在皇帝陛下 修身养性 不尽女色的口碑下 还能生下一个 只有八岁大的皇子 宫中闲聊着 这位宇贵嫔看来 很是喜欢范贤 脸上表情越来越高兴了 范贤知情识趣 捡着前世 记着的几个笑话说来听了 殿内顿时想起了一阵 银铃般的笑声 范贤发现 这位贵宾娘娘 性情竟然是爽朗得很 不知她是怎样 在这见不得人的宫中 还能保持这样的性情 不免是有些意外和欣赏 略说了些闲话之后 日头已经渐渐升起来了 柳氏微笑着问 三皇子呢 那孩子 还是怕生得厉害 起床后就缩在后殿里待着 不肯过来 怕是要到吃饭的时候 才肯露露小脸 感情咱们这位三皇子 还挺害羞的 虽说主臣有别 但柳氏和姨贵嫔 毕竟是姐妹关系 所以说话就显得没那么多讲究 一贵贵嫔伸出细长的手指 指甲上涂着红红红的彩 看着十分诱人 她指着范贵说 你们家这位不也是个害羞的 正在此时呢 范贵脸上露出那微羞的笑容 恰好应了姨贵嫔这句话 好了 姐姐 你和若若就在这陪我聊吧 姨贵嫔似乎知道 柳氏不愿意去皇后长公主那儿 她自行做主刘客 那几个宫里 我让醒儿领着范贤去就成 这如何使得 今日奉赵入宫 头一个来瞧瞧贵嫔娘娘 本就担心会惹得那几位娘娘不高兴 我入趟宫不去看望那几位 只怕有些不恭敬 姐姐 我看你还是不要去的好 本来只是传范贤入宫 你就陪着我说说话 我看着宫里 又有谁敢说三道四的 姨贵嫔是个开朗之中 带着一丝憨气的贵妇 但这一发脾气 仍然显得是威严十足 整个宫中都安静下来 范贤是轻咳了一声 姨 二太太 我自己去就好了 您和妹妹就陪柳姨说会话吧 见到范贤也这般说 柳氏无奈地应了下来 和那名叫醒儿的宫女送范贤到了宫外 柳氏轻声地叮嘱了一些注意事项 又急不易察觉地转到范贤的肩旁 叮嘱范贤 说宫中上下都打点到了 各宫之中呢 也都有人接着 不用太紧张 范贤的心头一领 硬了下来 回身指尖妹妹也跟了出来 正是面带鼓励之色 看着自己 范贤无来由的心头一片的温暖 她微笑着想 丈母娘看女婿 向来只有越看越欢喜的 何况自己生得如此漂亮臭皮囊 对付几个宫中怨妇 还不是守到其来吗 等驸马的候选人离开了 姨贵贤居住的婚室 柳氏向范若若叮嘱了几句 便和姨贵贤进了内室 姨贵贤悠悠望着她的双眼说 四年前就劝过你 不要听那两处宫里的劝 这一下好 范贤依然活得好好的 你却冷透了范大人的心 姐姐 你聪慧一世 怎就当时犯了糊涂啊 柳氏氏正在了原地 她半上说不出话来 眼神渐去幽怨地说 娘娘也清楚 像我们这些做母亲的 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孩子着想吗 三皇子如今年纪小 你还可以置身室外 再过些年 只怕你就会明白 我当时为什么会犯下此等大错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 多人有声小说 庆余年 作者 猫腻 波音 广场舞大妈 第七十六集 醒儿 是个眉眼清顺的小姑娘 大约十三四岁 范贤依她一路在皇宫里边行着 发现这小姑娘脑袋一直滴着 她忍不住打气地说 脚下的路看不清楚啊 醒儿姑娘嘻嘻一笑 露出碎玉粒般的小牙齿来 她说道 范公子 宫里啊 还是少说些话 范贤是苦笑着摇了摇头 都知道宫里的规矩大 没想到 连小姑娘家家的 都这般的谨慎自持 范贤跟在醒儿的身后 看着她身上的宫女服 眼光在小姑娘尚未发育成熟的腰身上 扫了一下 马上转移到了皇宫的建筑上 她的脸上带着微笑 大脑却在急速地运转着 力图将这些复杂的道路 景色 牢牢地记在脑海之中 为日后那件事做好准备 一路金花过树 彩时年草 皇宫虽然大 但总有到的时候 殿宇虽多 但并不是每间都宏大到耸动 看着面前的安静院子 范贤是深吸了口气 随着宫女醒儿走了进去 这里呢 是二皇子生母 姝贵妃的居所 这位贵妃看样子 倒是个爱清静的 院子也被打扮得极为素雅 除了几株粉粉花束之外 并没有别的什么装饰 一道竹帘 掩住了里边的一切 却掩不住那书卷香气 沁联而出 拜见贵妃娘娘 范公子请坐 没有多余的寒暄 范贤与这位书贵妃 隔连而坐 没什么先兆 书贵妃忽然轻声问道 万里悲秋常做客 范公子少时常在沾轴 莫非以为京都只是客居之所 范贤是略感恶然 他政策而答 以此为发端 他与贵妃坐而论道 道尽天下经书子集 施死歌赋 直到两个人嘴都有些干了 才极有默契地 住嘴不语 范贤有些后怕 他实在没想到 这位二皇子的母亲 竟是位皇宫之中的才女 见识极为厉害 自己都险些应付不过来 他不禁想到 这样一位女人 所教养出来的皇子 又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不要紧张 婉儿自小在皇宫长大 陛下收他为一女之前 我们这几个没事做的女子 便把他当女儿再养 皇宫上上下下的人 没有不喜欢他的 所以范公子要取宫里 最宝贵的珍珠 我们不免要多看看 范贤背后吟有冷汗 虽然平时也有所了解 但今天才真正感受到了 自己未婚妻在皇宫中的地位 姝贵妃温柔而清淡 对于范贤的谈吐 似乎也比较满意 隔了赏 便让范贤退了出去 只是临分离前 她轻声说道 本宫喜欢看书 陛下也为我搜罗了些真品 我已让宫人们 捡其中珍贵的超了几分 范公子此时要去别的娘娘那里 我让人送去一柜瓶处吧 范贤的心头一领 知道这是份厚礼 知道这位贵妃娘娘 是在替二皇子送礼呢 她不敢多言 沉稳地深深一礼就退出去了 出了书贵妃的小院 范贤抹掉额头的冷汗 前方带路的宫女醒儿 却与她有些熟了 垫着脚走路 一蹦一蹦的 回头呢 看着范贤的神情 好奇地问道 今天不热呀 范贤是苦笑着摇里摇头 今日入宫本来以为只是礼节性的拜访 哪里知道 竟是比电视还要紧张一些 想来宫中的这些娘娘们 对于林婉儿嫁给自己很好奇 所以要看看范贤的文才武才 接下来两个人去了大皇子的生母 宁才人说 范贤知道 这位妇人虽然位分不高 只是位才人 但从婉儿处得知 是因为她是东夷人的身份 所以范贤反而格外地谨慎了一些 宁才人年纪将近四十 却依然风韵犹存 眉眼尖的风情 确实具有东夷女子那温柔的感觉 这些年 大皇子一直在西蛮处树边 他膝下无人 不免是有些寂寞 好在林婉儿在宫中的时候 常来这处玩爽 所以她对婉儿的感情 又与别的娘娘不一般 只见她冷冷地看着范贤 凤眼一寒 你就是范贤 范贤知道 这位贵人当年 可是在战场上救过皇帝陛下 又养出了一个能征善战的皇子 本身也是宾有威严之人 倒也是没什么惊恶的 他平静应道 正是下沉 嗯 好好待婉儿 范贤喜欢这干净利落的感觉 他大喜应道 请娘娘放心 牛兰街那是一定有蹊跷 我可不信你能杀死一位八品高手 看你这瘦弱模样 怎么看也不会是个能武善战之辈 范贤一正 心想 莫非是考完了文学之道 这马上又考武学之道 只是娘娘 你是个四十岁的贵妇 主臣有别 男女有别 总不至于亲子挥着粉泉来捶自己吧 不过 既然叶灵儿自称不是你对手 也就将就了 行了 今天就这样 你去别的宫去吧 别耽搁太多时辰 说完了这话 宁财神竟是无在他言 竟然直接地将范贤给赶出殿去了 范贤摸着后脑勺 看着紧闭的墓门 心想这皇帝陛下可真是个有福之人 身边躺的女人竟是如此的丰富多彩 有仪贵嫔那般娇憾明朗型 有淑贵妃那般知性淑女型的 居然还有宁财人这种野蛮女友 不过先前就知道 淑贵妃才学实在厉害 这位宁财人 只怕也是个外粗内戏的角色 加上那深不可思的皇后 陛下能够将这些女人放在一个大屋子里 安寒稳稳过了这么多年 不得不说 这位皇帝陛下手段可真是极为厉害 至少范贤现在可没这种本事 依然是早在皇宫之中 范贤又见了几位娘娘 说了些闲话 得了些赏赐 不免是有些逆烦起来 但她脸上可不敢流露出丝毫的表情 这可是在皇宫里 这谁知道 旁边哪个小太监是谁的手下 那边正在摘柳枝的小宫女 又是谁的心腹呢 自己的厌烦如果被这些人瞧着去了 这些人再耳语给他们主子 他们主子再在陛下的枕头边上吹吹香风 那自己能好过吗 就算自己和陛下是喝过茶聊过天的交情 也只能安一闷棍 无法自变 但想到接下去要见这几个主 范贤心里早归平静 甚至多了一丝阴冷和酷意 只是看着这宫殿的眼神 还是微微笑意充盈 似乎十分期待 姚华宫 比别的宫殿院落都要大上许多 凸显出里边主人的身份 这里边住着的是庆国的皇后 母仪天下的那位 范贤没料到 皇后的召见竟然是如此简单的结束了 皇后满脸温和的笑着 说话言语让范贤如沐春风 看着皇后那张明媚桂颜的脸颊 看着皇后那宁静煮水的眼眸 范贤恭敬应着 心中涌起了很荒谬的感觉 眼前这个轻力贵气 一举手一投足 都让人非常舒服的贵妇 竟然就是四年前 想要杀自己的人 贵下扣了两个头 范贤有些神色不宁的 离开了姚华宫 与皇后的见面 竟然就这么简单的开始 又草草的结束 看对方能将情绪掩饰得那般好 甚至根本就没什么异样的情绪 只能说明 皇后看着范贤 并没有任何不安 范贤微笑着 春脚微战 她心中却寒冷着 也许自己终究还是高估了 自己的重要性 对于宫里的这些柜子来说 四年前杀自己 可能只是一件很小的事吧 带到广信宫门外 一路跟着的小太监 小心翼翼地到了后方 大气不敢坑一声 宫女醒目得很 低声呢 对范贤说了一声请进 范贤挑了挑眉 心想还没传自己呢 自己就进去 这多有些不合规矩吧 万一被长公主岳母殿下 给一箭砍了 那自己可找谁说理去 林冲当年不就是 着了这道吗 但她知道 今儿啊 没那么恐怖 这些太监宫女 只是无来由的 害怕长公主而已 长公主 李云锐 这名字多有几分男儿妻 却是一个极柔弱的人 当然 这只是个假象 她有很多身份 内裤的实际控制者 宰相当年的老情人 陛下最得力的政治助手 后宫之中超然的存在 太后最疼爱的女儿 而对于范贤来说 对方其实只有两个身份 一个是曾经想杀自己的仇人 第二个是自己未来的丈母娘 广信宫里透着阴寒 大白天的宫门自然是没有关上 站在门外 都可以看见里边 种着些沉睡之寒梅 燕鼠之幽兰 经年之清竹 未开之除菊 宫殿里可以看见 许多白色的曼莎 在轻轻飞舞着 整体的感觉 就像是一个 童话世界般纯净与稚 范贤眉宇间 一阵的清冷 似乎受到这座宫殿的气息感染 一个约二十多岁的宫女 出现在门口 向着范贤微微一礼 这宫女眉毛极长 眼神却有些冷漠 但说话和肢体动作 依然很有礼数 很恭敬地将范贤迎进宫去 杀 全是杀 范贤有些愕然的 拨开迎面而来的白色沙漫 广信宫里的沙漫 比前次在晋王府后花园里看见的 要多上太多了 四周的布置也显得有些怪异 与皇宫里的庄严气氛不符 倒有些像一个带子归中的 小女生住的地方 重重的沙漫最后 是一张矮矮搁着的床榻 有一个穿着浅粉色长裙的女子 正躺在那儿 单臂之河 腰段间自然流出一股风流 眉眼如画 神色却是怯生生地引人怜爱 这是范贤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丈母娘 长公主 就像许多第一次看见长公主 李云瑞的人一样 她是瞠目结舌 不知眼前所见女子是真还是假 是画上的人还是那水中的仙子 长公主今年三十岁 神态却像极了一位 刚刚十六岁的青涩少女 那眉眼 那自然散落在榻上的垂直黑发 足以让世上所有的男子都心沉向往 范贤面上惊恶 而她奇妙遭逢 但周十六年练就的心性 却让她的脑中一片平静 但她依然不得不承认 自己的丈母娘 虽然和婉儿有些相像 却要比婉儿还要美丽上许多 范贤虽然还能保持着冷静 却也不愿意 在心中将对方喊成丈母娘 似乎觉得这么喊 确实与对方的天生姿色 极不相配 长公主看了范贤一眼 这一眼里边不知包含了多少内容 怯生生地惹人怜爱 但纯微起地说道 你自己拾个椅子坐吧 我有些头痛 范贤有些不安地看了看四周 发现长公主说了一句废话 这偌大的广信宫里边 竟然连一个椅子都没有 正纳闷的时候 又听长公主柔声地说道 范清家 听说你精通医术 我儿这些天身体大好 全亏了你 长公主谬赞 全赖御医们精心护理 臣只是出了些偏方 哦 长公主伸出那细细的手指 揉了一下自己的太阳穴 随着指尖的揉脸 她的额角处渐渐泛红 可有这偏头痛的偏方 我这些日子头痛的厉害 长公主有头痛的顽疾 这一点呢 范贤听婉儿说过 上次在避暑庄处 也偶尔听太子提到过 但范贤此时更注意的 乃是长公主对于自己的称呼 以及自称 几句话里边 长公主称你称我 显得格外的亲热 范贤是微微一笑 头痛有许多种 老师当年交到这里的时候 也颇为头痛 这话淡 但这两个头痛也挺有趣的 长公主浅浅一笑 柔媚顿生 范贤自己与费界的关系 在京都里早就不是秘密了 更不可能瞒过长公主 所以她干脆挑明了 真没有什么好法子吗 长公主今日不问其余 竟是单单在头痛症上打转 满脸的愁容 柔弱不堪 这几日真是痛死我了 臣倒是学过一套按摩的法子 虽然只能治标不能治本 但总有些舒缓之效 那赶紧来试试 这怕是有些不方便吧 想不到明满精华的范大才子 居然还是个池里的小酸生 且不说病急从全 只是再过几日 你就也是我儿子了 又怕什么 范贤看着对方少女般的神态 再一联想到 对方真实的年龄 本来应该产生很恶心的感觉 但是看着长公主那嫩滑的脸颊 轻如初夜的霉 还真很难产生反感 但听到儿子二字 她心中依然是生出了一丝冷笑 面上却是一片平静的硬道 长辈有命 岂敢不从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 多人有声小说 庆余年 作者猫腻 播音 广场舞大妈 第七十七集 太监端上铜盆清水 范贤仔细地洗净了双手 然后他缓步地 走到长公主的身边 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平复了一下自己的心情 尽量不让自己的目光 落到长公主黑发之下 微微露出一袋白色的颈膚上 他稳定地伸出双手 搁在对方的头上 手指穿过长公主的黑发 发尖飘过温柔 有些微微的痒 范贤干脆闭上眼睛 幻想着自己和舞竹树一般 蒙着一块黑布 手指尖摸到长公主的发际 然后轻轻地向上 双手拇指摁在太阳穴上 两根食指同时在他的眉上 瞄了一瞄 确认了眉心的位置 一扣 长公主似乎没准备好 他轻轻地横了一声 倒是听不出来 是痛楚 还是按到了部位 范贤是平心静气 依仗着自己对人体穴道的认识 他缓慢而又稳定地 为他揉按着头部 手指在李云瑞头部的肌肤 每次的接触 都是那样的稳定 长公主皱了皱眉头 心想 自己是不是冒失了些 实在没想到 这个小家伙的手法 竟然会如此好 指尖似乎带着一道道细微的气流 在柔弄着自己痛楚的根源 每一按都会让自己轻松许多 精神渐去放松 竟此缓缓地生出一股睡意 这手法也是费界教的吗 认学之法是费界上教的 范贤的手指依然稳定地 在那光滑的肌肤上移动着 声音也没一丝颤抖 这按摩的法子 却是自己学的 所谓是九病成一 当他前世静躺在病床上 初期的时候 还存着一丝 重新站起来的奢望 所以那位可爱的小护士 常帮他按摩腿部 及全身的肌肉 只是后来 终究是绝望了 不过对于按摩的手法 范贤却记了下来 挺不错的 长公主表扬了一句 又缓缓地闭上了眼睛 享受着那少年的手 所带来的温暖 放松的感觉 广信宫里边一片安静 长公主的双眼一直闭着 长长的睫毛 搭在白皙的皮肤之上 微微颤抖 他忽然开口说道 你要娶婉儿 就必须忘记四年前的事情 范贤的手指一顿 恰恰停留在 长公主耳下的某树 那处看似寻常 却是致命的穴位 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范贤马上又开始面带微笑的柔动 声音却略有为诧异 四年前 长公主笑了笑 唇角攻击好看的曲线 似乎在心中暗叹这位少年狼 他转移了话题 费剑是什么时候开始教你的 范贤知道 对方是在试探一些东西 他面色不变 平静地回到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了 这话说得很含糊 长公主碍于身份 自然也不可能问得过于详细 只听她似笑非笑地说 若不是知道费剑是你的老师 我想包括宫中在内的很多人 都不知道你们范家 与监察院的关系如此紧密 我也不是很清楚 可能是父亲大人 与费先生以往认识吧 当然认识 当年第一次北伐的时候 你父亲与费剑 都是跟在皇帝哥哥的中军仗的 如果说不认识 那反而有些古怪 不过那时候我年纪都很小 你更不可能知道这些事情 是 范贤心知 言多必失 她微微一笑 不再继续说什么 长公主此时 却似乎是来了弹性 她继续问着 你奶奶身体怎么样 奶奶身体挺好的 很久没有见过她了 小时候我最喜欢你奶奶 那时候哥哥每次要欺负我 都是她护着我 范贤是微笑着想着 如果奶奶知道 现在的你想杀我 只怕当年早就拿根木棍 把你给撬死了 陛下的意思 我想范大人应该和你说得很清楚 长公主甜甜柔柔的话语 忽然说出这么严肃的话题 这两相比较 却格外透着一股寒意 范贤的眉头 不易察觉地皱了皱 知道对方说的是内裤的事 此时装傻呢 也不可能再蒙控过关了 她只好微笑着说 听陛下和公主的安排 哦 听说你最近在京都开了家书局 开了个豆腐房 长公主忍不住地微微笑了进来 闭着眼的脸颊一笑之下 依然美丽 世家子弟 多半是些只会轻谈 不会做事的无用之辈 你能提前进入这个行当 为将来接手内裤做准备 这点我是很欣赏的 只是豆腐房这件事情 未免胡闹了些 范贤只是黑黑地笑了两声 根本就不知道应该怎么应对 其实 我想杀你 刚刚才似乎变得融洽的一些气氛 却因为长公主面带微笑的这句话语 而瞬间冰冷 顿时化作了沁国北疆的寒夜 冻住了广信宫里的一切 四周飘舞着的暧昧白纱 也是颓然无力地垂了下来 范贤依然温柔地保持着微笑 只是他将右脚往后方挪了两寸 摆出了最易发力的姿势 监察院早就查出来 吴伯安和这个女人的关系 既然这个女人已经两次想杀死自己 在这轻轻粉粉去暗层杀鸡的广信宫中 再来第三次 似乎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当然了 自己入宫那是京都皆知的事 按道理来讲 不可能有人会疯到 在皇宫里对自己下手 但是到了广信宫后 看着长公主那智能神态和说话的语气 反显是无来由的心中含令 这女人似乎是疯的 自己此时为长公主按摩头部 虽然是对方的要求 而且自己要娶对方的女孩 但毕竟是男女有别 上下有别 万一这个女人 随便用个调戏公主 逆乱伦常的罪名 调人举杀自己 自己身后那些人能怎么办呢 想救自己都来不及啊 范仙清楚 这个世界上 真正恐怖的 就是小孩 女人 和疯子 因为这三种人 是不可以用理智去判断去分析 随时都可能做出一些疯狂 而且又后果严重的事 而在范贤的眼中 自己手下这个美丽到极点的少妇 无疑是集着三毒 于一身的 神日清醒 独辣的女人 行事却有些小孩子的稚气 手段却有些风气 这构成了长公主李云锐 与众不同 却格外可怕的存在 正在此时 几位宫女走进殿内 一身淡石榴颜色的紧身宫女服 曲线毕露 却十分方便出手 腰带略有些厚 在淡州 沁淫暗杀之道十年的范贤 一眼就瞧出来了 那些腰带里边 是锋利至极的软件 但她的手指 依然稳定地 揉着长公主耳下 那片柔软 她满脸微笑 公主殿下为何想杀我 很多人都认为 我有杀你的理由 而且这个理由很充分 长公主依然闭着眼睛 似乎根本不害怕 范贤会抱起反击 将自己闭于指下 范贤半低着头 根本不再回答 似乎将注意力 都专注在自己的手指上 其实啊 她的双眼到现在为止 也是紧紧闭着的 广信宫里安静的 连一只幽灵猫 走过都能听见 几个宫女 缓缓地靠向了 长公主的身边 范贤微闭着双眼 这只脑袋 微微地向右 偏离了一点 请范公子静手 不知宫女们从哪儿 又端来了温水与毛巾 范贤睁眼 向长公主行了一例 又微笑着 谢过这几位宫女 将有些酸麻的双手 泡入了温水之中 取过毛巾 擦拭干净手掌上的水渍 她一躬身到底 不知殿下感觉可好了些 长公主李云锐 似笑非笑地望着她 柔软的眼波里边 油渍带着一丝 怯弱的感觉 但范贤知道 这个女人 绝对是世界上 最可怕的那一类人 好多了 想不到婉儿要嫁的夫君 竟然还有这样一门好手法 说真的 我都有些不舍得 你了 长公主浑浑坐直了身体 侧头将肩上的黑发 理了理 半低着头 她温柔地说道 你去吧 我有些乏了 给刘姐姐带句话 她今天没来看我 我很失望 等范贤恭敬地 离开了广信宫后 长公主的心腹宫女 走到她的身边 轻声地请示着 公主 杀不杀 只是逗小孩子玩玩罢了 不然这宫里的生活 还真是无趣啊 长公主像猫儿一样地 伸直了懒腰 慵懒至极 诱人至极 这个少年 还真出乎我的意料 倒像个三四十岁的人一般 很能忍 很能掩饰 长公主 今日起初呢 当然是没有动杀心 但看着范贤步步防备 不落半分破绽 这个将争斗 是做游戏的奇妙女子 却是心中渐渐地 养了起来 以她在这宫中的地位 以及范贤 都能想到的变态心理 如果范贤真的少议失神 只怕她真会下令杀了她 她的眼光瞥了一眼 隔着垂中白沙 隐约可见的宫门 唇角泛起了一丝诡异的微笑 她心中想着 在你准备出手前的那刹那 微微偏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本宫真的很好奇 范贤 你究竟是怎么长大的呢 可惜呀 可惜 不知道这个女子是在可惜什么 或许是 可惜范贤过几日 就要面临的危局吗 范贤是玩毒药长大的 所以她发觉 长公主是自己平生少见的厉害毒药 是眼下的自己很难对付的角色 出了广信宫 她面无表情地 看着有些瞌睡的宫女醒儿 冷冷说道 回吧 然后她当先向仪贵贫的宫殿行去 竟是没有走错路 宫女醒儿此时才发现 这位范公子的后背 竟然已经全的汗湿了 淡青色的山子 被浸出一道深色的痕迹 看着很是狼狈 出了皇宫 上了等在广场远端的马车 范贤的面子有些发白 手掌撑在腹肩 按在腰带里的药丸上 她自嘲地笑了笑 不知道 自己究竟是思虑甚密 还是胆小如蜀 如果长公主真的想杀自己 又怎么会选择在广信宫中呢 还好吧 范若若同情地看着兄长 根本不知道 范贤在广信宫中的对话 是怎样的耗费心神 以为她只是四处拜见娘娘 累着了 范贤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对柳氏转述了 那几个宫中娘娘 托她转答的问候 便开始催促马车 快些回复 柳氏和范若若好奇地看了范贤一眼 不明白她为什么这般着急呢 马车驶进范府旁的侧枪 范贤向柳氏告了声罪 便拉着妹妹那微凉的小手 往后院里飞奔而去 不过片刻的功夫就进入了书房 范若若按着不停起伏的胸口 她上计不接下计地说道 哥 做 做什么呢 范贤也来不及解释 她笑着命令 我说 你记 她此时来不及掩没了 随手捡了只鹅毛笔 蘸了些宴台里边剩的墨汁 递给了妹妹 然后她紧闭着双眼 开始回忆 皇宫里边那些 复杂的宫院分布 和道路走向 范若若是越写越脸白啊 范贤因为记忆好神 脸也是越来越白 这兄妹二人倒变成两个大白脸了 好不容易将皇宫里边的路线图画了个七七八八 范若若终于是忍不住地低声叫了出来 哥哥 你知不知道 这是谋你的大罪 范贤放松下来 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半天没说话 今天花了半天的时间在宫中 既要与那些贵人们说话闲聊 又要记住那繁复的道路 最后还和长公主精神交锋了半上 实在是太过损耗心神了 一时间竟缓不过劲来 庆绿他自然熟悉 也知道皇宫是绝对不允许画图的建筑 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想偷偷摸摸的摸进皇宫 做些大逆不道的事 而范贤需要这张图 因为他已经定好了计划 而在这个计划之中 那个夜晚应该是自己偷偷潜入皇宫 去找钥匙 他可以向林婉儿打探皇宫里的道路 但那样太冒险了 而且宫中主子行走的道路 和范贤用心计划的道路 有完全是两个概念 即便是五珠告诉自己都不行 像那些假山后的藏身处 花丛中的适忙点 如果不是自己亲身走一道 根本不可能像今天这样 做出自己非常满意的地图 范贤站起身来 走到桌边 拿起妹妹画的图 发现虽然匆忙 但妹妹的笔法依然是一丝不苟 她不由高兴地拍了拍妹妹的脑袋 等事情成了 请你啊 去衣食居吃海味 范若若生气了 一把将地图抢回来 还事情成了 什么事情成了 你知不知道 这是多么大的事情 不行 我要告诉父亲军 范贤是苦笑了一下 心想 地权不可侵犯 这个概念果然是深入人心 当然她也明白 妹妹主要是担心自己的安全 和和服子弟 如果被人知道 自己画皇宫地图 只怕以范府与皇家的情分 也会惨得非常厉害 放心吧 我待会儿歇歇 马上就把这地图背下来 然后烧掉 没有人会知道的 范贤是笑着安慰着妹妹 范若若急的 泪水在眼眶里边打转 你为什么要画这图 范贤是叹了口气 他低头 严肃望着妹妹的双眼 一字一句地说 因为皇宫里有我想要的东西 你要去皇宫偷 范若若惊讶地想要尖叫 她赶紧掩入自己的嘴 不错 但不是偷 因为那件东西本来就是我的 范若若从震惊的情绪里边摆脱出来 她马上恢复了平日的冷静和聪慧 判断出了事情的真相 她压低了声音 微陡地说道 是不是和业意有关的 这事啊 须瞒不得你 不妨事的 你哥哥是什么人呢 拳打击瘁小孩 脚踢七寻老翁 站在乱凡岗上吼一声 不服我的站出来 结果 硬是没一个人敢吭气的 若若有些艰难地笑了笑 她觉得哥哥这笑话真的不好笑 依然是忧心忡忡 却知道 范贤是个外表 漂亮温和 但实际上 心神格外坚硬冰冷的人 说也说不动她 只好是由她去了 自己在家中 气得祈祷罢了 其实 我很自私 每当有什么 我一个人极难承受的事 我都愿意告诉你 表面上是信任 实际上 或许只是想找个人分享压力 但却总没想到 其实这种压力 对于你来说 是一种更大的痛苦 至少我还有你可以倾诉 你又向谁去说呢 比如我的母亲 是叶家的女主人 比如我马上 就要去皇宫偷东西 洛洛略带一丝愁苦地 看了她一眼 信任与压力 两相抵相 我还是欢喜哥哥 不瞒着我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 多人有声小说 庆余年 作者猫腻 播音 广场舞大妈 第七十八集 谈判仍然在进行 重新化解的工作 进行得十分艰难 本来在范贤递上去的 分析案宗支持下 进国红炉寺 具体负责谈判的官员 异常的强硬 有几次呢 都险些逼着北齐使团 在文书上画家 但不知道为什么 也许是北齐国内部 发生了什么事 北齐的使团 一直厚颜无耻的 甚至是歇斯底里的拖着 似乎是想等待着什么 这种阴谋的味道 马上被经验丰富的 红炉寺绍兴 新奇物秀了出来 这天下午 一场毫无进展的谈判 结束之后 他捧着一个小茶壶 看了范贤一眼 示意他跟自己出来 一路之上都有官员 向这两位正副使 行礼致意 好不容易呢 找到一个清静点的地方 新绍青有些疲倦的 叹了口气说 范大人啊 你有没有觉得 事情有些异常呢 对于此次谈判 范贤虽然抱着 官模学习 加镀金的正确态度 但毕竟从头至尾都在参与 范贤也觉得 北齐使团的态度 变化有些奇怪 但如果说 最近增加了什么 可以倚账的筹码 那此时也应该摆出来了 断然不至于 还在谈判桌上 几近无赖般的拖着 他想了想 忽然皱着眉头说 只怕北齐 现在正在想办法 获得某些筹码 以方便 用在谈判桌上 我也是这般想的 所以今天晚上 我会入宫面进圣上 请圣上颁旨 令监察院四处 协助红炉寺工作 不找出北齐方面 究竟在想什么 我还真有些不放心 范贤靠在栏杆上 眯着眼沉思 他心中想着 北齐在想获得什么东西呢 毫无道理的 他脑中是灵光一现 想到了监察院 设在北齐的间谍网 想到了那位在北齐 已经潜伏了四年的 阎兵云 阎公子 不知道范贤在想什么呢 新少卿和声说道 我今夜入宫 但毕竟走明面上 获取的东西比较少 范贤靠 此时你可不能再藏着了呀 范贤苦笑着 心想对方肯定是以为 上次的卷宗 是父亲的暗中力量 帮忙获得的 但天知晓 父亲暗中 替皇上打理的那些力量 连自己都从来没接触过 不过想了想 他觉得 确实需要去问一下 至少要保证 阎兵云在北齐方面的安全 当天夜里 在那个隐秘的小院之中 范贤召来了王启年 对他讲述了 自己和新少卿的担忧 王启年脸色的反应 让范贤 有了些不祥的预兆 院里 已经有八天没接到 乌鸦的请安了 王启年的眉头皱得极紧 这种消息 应该不是你这个层级 能知道的吧 不过 我也不去问你怎么知道 我只是想通过你 提醒一下院中 让北齐那边 注意一下安全 都市单线联系 如果断了 很难再续回来 何况颜公子 身为北齐密蝶总头目 如果他都出事了 再联系 也是于事无补的 无论如何 要提醒他注意安全 范贤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寒色 他不喜欢 因为国家的利益 而放弃任何一个人 尤其是那位颜兵云 身为高官之子 潜伏四年 牺牲良多 如今的范贤 早已经将自己 是做沁国的一份子了 他自然而然的 对于未曾谋灭的 颜兵军 有着一种敬畏 范贤想到另外一件事 他平静地望着王启年 我有一项任务 不过 不能经过院里 我希望 可以寻求你的帮助 王启年有些糊涂地 看着大人 不能汇报给陈院长知道 不 是 这个字出口了 王启年就知道 自己已经将身家性命 全都压在了这个 看似温柔 实则心狠手辣的 年轻大人身上 至于院里 陈院长只是吩咐 自己全都听范大人的 并没有交代别的事 当天晚上 不幸的消息 终于是得到了确认 庆国 监察院四处 架构在北极的密碟网 很幸运地保存了绝大部分 但是令所有人 意想不到的是 身为密碟头目的 颜兵云 却在北极上京的绸缎庄里 被北极大内的高手们 生擒了 对于此类事件而言 一般是由下层 打开突破口的 然后是往上追缩 极少出现 这种一举抓获 敌往最高阶层的事 出现这种情况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就是庆国内部的高层 有人理通外国 颜兵云被抓的消息 当然不可能散播开去 那样虽然会对庆国的声望 造成一定的打击 但更加不符合北极的利益 北极是需要用这种一个头目 来换取相对利益的 不仅仅是要打击 敌国士气而已 而对于庆国官场来说 监察院四处主办 严若海大人的长公子 四年前就已经死了 没有人知道 他是被朝廷派遣去了北极 这几天里 知道这件事的所有人 都没有睡好觉 红炉寺最隐秘的房间中 新少青闭着双眼 将手中那张纸递给了范贤 范贤接过来一看 是一幅画 画上呢 是一片薄云飘渺 行于冰原高空之中 这张只是今天谈判的时候 北极方面的使团 一个不起眼的人士 暗中递到新少青的手中的 当时那个人脸上的神色 差点惹得新少青抽出示威的剑 砍江过去 画中 隐有冰云二字 看来北极的使团 也是得到了这个消息 准备开架 果然有内奸 范贤和新少青 同时很八点挡地开口了 然后是同时住嘴 两个人都相信 本国的北极蜜蝶头目 绝对不会是一个在 刑讯下开口的软蛋 既然对方能够如此轻易地 抓住阎兵云 并且知道了他的真实姓名 那很明显 隐藏在清国朝政之中的某个人 和北极方面 肯定有某种协议 新少青摇了摇头 在这件事之前 连太子和我都不知道 严公子去了北极 想来朝中有资格知道这件事的 顶多不超过五个人 如果说他们卖国 傻子都不会相信啊 卖国总是需要好处的 而事实上 这整个庆国 就是陛下让这些人管着呢 卖国能有什么好处呢 范贤和新少卿互望了一眼 都看出了对方眼中的忧愁 因为二人同时想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 万一不是内奸怎么办 万一只是朝中某些大臣 用来打击监察院的手段怎么办呢 范贤想到当初王启年告诉自己严冰云的事的时候 自己就觉得有些怪异 为什么连他都知道呢 难道监察院对于自己内部的控制如此有信心不成 后来才明白 这是陈平平通过王启年告诉自己这件事的 但此时他依然有些后怕 要是消息从自己这边走漏出去 那自己真是万死难辞啊 会有这么疯狂的人吗 只是为了朝政之争 就将整个沁国的利益踩在脚下 范贤也是摇了摇头 想到自己的皇宫之行 他心里边知道 其实沁国这样的高位疯子还是挺多的 他定了定神问 假设阎公子已经被抓了 那圣上又有怎样的安排呢 北齐啊 还是低估了圣上的决心 新少卿一想到 那位高高在上的天子 顿时觉得心中有了底气 站来的疆土 依然是一寸不让 那颜公子怎么办 换 换福 圣上主意已定 前次换福协议全部取消 重新再拟过 就等着北齐方面送来颜公子的信物一确认 然后便会开始新一轮的换福谈判 北齐满心以为拿着条大鱼的 估计不会同意吧 这次我们也会多送两个人回北齐 如果北齐还不愿意的话 三月之后朔冬之时 圣上就会斩北齐俘虏千人首级 纵返北齐 大军再起 以施压人 倒也算是无奈的招数了 就怕北齐方面 也来个鱼紫网破 双方共有三千名俘虏 杀来杀去总是无用吗 准备加入换福的两个人是谁呢 能够让北齐同意吗 一个是已经被关了二十年的萧恩 新少卿温和地看着他 他知道 这个年轻人不知道萧恩是谁 这个人呢 是当年北魏的密蝶头目 二次北伐之前 监察院陈院长与费大人 亲率黑旗 突袭一千里 在萧恩儿子的婚礼之上 生擒了他 他被咱们抓住之后 北魏间谍往事群伦无首 顿时是一盘散沙 陛下亲征的时候 才能势如破竹 生生将一个庞大的帝国 打成如今孱弱的模样 后来论功之时 监察院就因此事 论了个守功 而当时 我们这些年轻世子都认为 如果萧恩不是胆子 大到离开北极上京 如此之远 去参加儿子的婚礼 朝廷一定是没办法捉住他 那后来战事 也不可能如此顺利了 听着这些数十年前的过往 范贤是感叹无语 他又听着新少卿后边一句话 当然 萧恩胆子大 敢离开上京 这陈院长胆子更大 居然敢深入迪径八百里 虽然付出了一双腿的代价 但毕竟捉住了萧恩 在那之前 北魏的萧恩 南庆的陈平平 被世人称为最可怕的黑暗大臣 萧恩被陈院长升勤之后 自然就再也没人敢和陈院长相提并论了 范贤听得是心神向往 原来 那个老婆子的腿 竟然是内子断的 想不到陈平平 当年还有如此神勇的一面 拿萧恩去换颜平云 似乎我们亏了呀 昨天夜里呢 几位大臣也是这么认为的 不过陛下和陈院长不这么看 萧恩毕竟已经是七十的人了 而且一旦在陈院长手中败过 自然不可能再重复当年的光彩 颜公子忍辱负重 潜伏敌国四年 功勋不受自信 拿一个老头子 去换咱们庆国的未来 这有何不可呢 哦 难道还怕北极不愿 又加了谁吗 那个女子呢 是北极往日就提的要求 所以圣上干脆一并准了 听说北极皇帝很喜欢那个女子 看来日后 范大人已经抢先给北极的年轻皇帝 戴了顶绿帽啊 难道是斯里里 谈判总是分成两个部分在进行 表面上 庆国的朝臣与北极的使团 在谈判桌上自真俱拙 对于每一个称呼 每一个用字 都表现出了某种病态的执着 唯有如此 才能保证国朝的脸面 不会在最后的国书上弱了几分 所以每天呢 红炉寺里边总是吵闹个不停 拍桌子的 踩椅子的 哪像两个国家的谈判 纯粹是菜市场里边 泼妇在骂街 而另一部分的谈判 却显得冷酷 直接举多 这里的谈判 没有红炉寺官员的存在 北极方面 也不是使团的头脸人物 却是隐藏在暗中 真正能说话的实权人物 监察院四处大人严若海 放在官员如走狗游几的京都里 也是位赫赫有名的高层人物 他冷冷的 在换服秘密协议上签上了字 再也没有看文书一眼 协议上面有他亲生儿子的名字 本来这次谈判 他可以请辞 但他坚持要来 要来看看 北极那个不欺眼的官员 笑吟吟的话呀 看着颜若海 他轻声说道 颜大人放心 贵公子在本国过得很顺心 我今日本想看看 北面的铜人 究竟是如何高明 竟能抓住我从小交大的小兔崽子 但看见你这蠢货 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颜大人 言辞不要太过 你可要知道 贵公子现在还在我们手上呢 如果我们是蠢货 那贵公子又算什么呢 您又算什么呢 颜若海是冷笑了两声 他起身 向门外走去 问题在于 我儿子 可不是被你们捉住的 走出门外 坐在轮椅上的陈平平看了他一眼 摇了摇头 哎呀 你在这个位子上 久了 已经不如当年能忍了 我能忍许多 但我不能忍从背后舍来的冷剑 看得出来 颜若海言语间很尊重自己的上司 他推着陈平平的轮椅 缓缓向安静处走去 陈平平坐在轮椅上 伸出了一根手指头 朝廷里边 想你我死的人 不知反己 这次我们可以拿萧恩去换兵云 下次我手里 可就没有萧恩这种人了 没有下次 要抓紧 把那个人找出来 这次皇上站在我们一边 是因为他清楚 肯定是哪位贵人 想教训一下我们 但是 我不喜欢这种被人挑弄的感觉 是 院长 颜若海知道 自己的老上司 会想办法处理这件事的 所以 他并不如何着急 虽然换服 也不见得顺利 但只要冰云不死 也算是对年轻人的一种磨练 未尝不是好事 嗯 有道理 所以我也决定 让个年轻人去磨练磨练 也不需要太久 几个月的时间就好了 几个月 是不是这次 回使北极的事 不错 而且还要把 阎兵云 完完整整的带回来 希望 他能处理好 是谁呀 走之前 我会让你们八大处 都见一见他的 欢迎收听 由懒人听书出品 多人有声小说 庆余年 作者 猫腻 播音 广场舞大妈 第七十九集 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 在庆国付出了相当大的筹码之后 双方拟定了换符 以及暗中的交换暗探协议 皆大欢喜 庆国得了面子和土地 北齐得了面子 与萧恩 还有皇帝喜欢的女人 只有东一城的使团 老老实实地待在院子里 似乎 众人都快将他给忘了 庆国朝廷 也是在故意地冷淡对方 以便靠着苍山脚下之事 敲诈出更多的金钱来 东一城乃至天下巨商汇集之处 早在庆国朝廷开放南方港口之前 就开始与杨仪通商 虽然武力只有四股剑一剑晴天 财力却是取之不竭 三天之后 就是庆国皇帝陛下 殿宴两国炼臣之日 范贤身为谈判副使 自然是要去宫中赴宴 那将会是他第二次入宫 也是他计划中的那一夜 他在自己的房间中 细心地准备着一切 只是偶尔眼光会撇过床脚下 露出的黑色皮箱 这几日的宫室中 他更加深切地看到了一些东西 庆国看似庞大强盛 不可一世 但朝廷里边 源于某些贵人不可告人的想法 依然会有那么多的污垢 与黑水 帝王家无情 却不见得是对皇族成员无情 而更多的是对着天下臣民 范贤很清楚 就算陛下知道是谁想对付自己的特务机构 也不会真的痛下杀手 因为那些人 有可能是他的妻子 他的妹妹 他的儿子 甚至是他的母亲 做一个纯粹的 为自己考虑的人 这是范贤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无数次提醒自己的事 他的眼光渐渐冷酷起来 将细长的匕首藏好 将沁好图的三根银针 小心翼翼地插住头发之中 三日之后 礼乐大作 大红的灯笼高高挂 下方宾客来往落语不绝 好一个惶惶盛世景象 北齐使团与东夷来客 在沁国主兵的欢迎下 满脸笑容 沿着长长的通道 走入了沁国最庄严的皇宫之中 看着这三方的表情 似乎天下太平异常 这些日子的战争与刺杀 好像根本就没发生过 宴席的地点 安排在皇宫的外城 齐年殿中 在平几前 来回端上石盘 与九江的宫女们 长得非常漂亮 范贤挑着眉尾 满脸带笑 望着他们在 宏大的宫殿里忙来忙去 这些宫女们 发现年轻英俊的范公子 对自己投注了一些不一样的目光 不免会有些羞涩 淡淡的烟红变得愈发红润了 时不时还偷偷瞄她一眼 殿前是明日云集 但却鸦雀无声 沁国这方主兵 有许多是范贤都未曾见过的各部主管 和一些王公贵族 只有陈院长和宰相大人 同时称病未来 对面坐着的是北齐使团和东一城使团 范贤虽然位卑官低 但由于身兼父使之职 所以被安排在中间的案底下坐着 身旁呢 都是些上了年纪的高官 他部门有些不自在 正在此时 却听着旁边的老者 微笑着说 此案的规矩多啊 不过陛下向来随和 范公子不要紧张 这位老人 是礼部侍郎张子前 范贤因为与礼部上述郭家 有不可解的怨仇 所以有些暗中警惕这些人 但听对方这说话 似乎并无恶意 不由是欠然一笑 小子相居相野 哪里见过这等排场 若有什么失疑的地方 还望老大人指点一二 任少卿今日朝会上 吉言范公子此次谈判中 出力极大 当此之际 朝中无人会对你如何 只是啊 要小心那边哪些人 两个人的目光往对面望去 只见北极使团的常宁侯 正百无聊赖地等着 而最投钱的一桌 却依然是空着的 想来就是那个神龙剑手不见尾的 庄莫涵大家 而在东夷使团的首席 却坐着一位中年大汉 这大汉腰盘 长剑未下 范贤是不由愁眉 为什么他能持剑入宫呢 陛下亲准 四顾剑门下 想来是剑不离身 这是特例 他就是四顾剑的手头云之蓝 范贤是倒吸了口凉气啊 双眼微眯 顿时感觉 那细剑大汉的身上 自然流露出一股 沥沙之意 这些天 沁国朝廷是刻意地 冷落了东夷使团 看来 这位九品剑法大师云之蓝 心情可并不怎么好 即便坐在沁国的宫殿上 整个人依然是冷冰冰的 范贤正看着云之蓝 如剑一般的双眉 极巧的是 云之蓝也向他望了过来 这两道目光 像闪电一般 在宫廷的空气中 劈倒了一处 片刻之后 范贤示弱般地低下了头 他轻轻咳了两声 对方目光里的剑衣太浓了 这一对望 顿时让殿中所有人的注意 都到了这 大家都知道 范贤在牛兰街 杀了四顾剑门下的两位女娃 而东一城此前来贡 就是为了收拾那件事的首尾 但依照大多数人的看法 只怕这位剑法大师云之蓝 是不介意将范贤斩于剑下的 好在呢 如今的东宫太子 也通过谈判人事 安排一事 向范贤释放了一些善意 所以如今朝廷之上 不论是哪个派系 都不敢因为此事 而对范贤感到幸灾乐祸 外敌当前 所以沁国这方 不论哪部主官 还有军中人士 都狠狠地凳向了 东一城首剑 云之蓝 整个宫殿里的气氛 顿时紧张了起来 范贤面无表情 低头调吸着体内的真气 他时刻准备着 就在这时 殿侧一方 传来隐隐的琴瑟之声 皇上驾到 公月庄严之中 有太监高声思喊 陛下驾到 整个天下最有权力的人 庆国唯一的主人 皇帝陛下 携着皇后 缓缓从侧方走了过来 满脸温和笑容地 站到了龙椅之前 殿前的群臣 恭敬跪下行礼 使团来宾攻身行礼 原本残留在殿内的那一丝紧张 全部被一种莫名的庄严肃穆 给取代了 皇帝陛下高高在上 皇太后在旁相伴 太子呢 在父母下方的两个台阶 也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座位 这种场合 其他的皇子一般是不会来的 皇帝的眼光 在下风群臣的身上 一扫而过 他温和地说 平身吧 行礼而起 次宴是正式开始 首先是北极使团大臣出列 例行的一番歌功颂德 宣扬了一番两国间的传统友谊 便退了回去 又是东夷城云之兰出列 他面无表情地说了几句 也退了回去 皇后是微微一笑 他低声在陛下的耳边说 这个东夷城的人物 倒是傲气得很 天子国母高坐在上 他们之间的说话 根本不于会有旁人听见 所以说话倒是很直接 陛下也是温和一笑 这四顾剑的首徒 若连丝毫傲气都没有 只怕紧镇着屋子 握进的勇气都会没有的 早有宫女将热菜新疆换上 群臣埋头进食 不敢说话 陛下没开口呢 自然是一片的安静 范贤有些不适应地低着头 眼光却急不易察觉地 瞄着对面 几前呢 还是空无一人的首席之上 已经坐上一个人了 那人面容苍老 一双模子却是清明有神 额上皱纹里边似乎夹杂着无数的智慧 一身白色饰袍 如云般地将他那并不高大的身躯 护在了正中 不问而知 这位就是北齐大家 庄莫涵了 也不知道 他是什么时候落座的 范贤分析着 应该是皇帝陛下来的时候 他同时进来 看来传言不误 这位庄莫涵 急得太后的赏识 说不定啊 先前就一直待在那皇宫里边 当范贤偷描对方的时候 却不知道 那高高在上的那对夫妇 也在描着自己呢 皇后浅引了一口酒 眼光示意了一下 范贤所做的方位 他轻声说 那个年轻人就是范贤 陈郡主将来的驸马 看上去 生得倒是好看啊 在京中也有些失明 今日朝上 新奇物与任少卿这两位少卿 同时称赞他的才能 朕倒真有些好奇 为何太子舍人 与宰相闻生 都对他如此亲善呢 也许太子明白了 人缘沉缘 再说 他毕竟马上就是 宰相大人的女婿 哦 人缘 陛下是似笑非笑 也没看皇后 反而呢 看着下方自己的儿子 看来呀 趁着儿子 也知道人缘的重要性了 虽然是听出了一丝不满 但皇后依然感觉到 陛下今天的心情不错 对太子 也不像往日那般 只愿意喝吃 难得有些正面的评价 他不由是高兴地说道 啊 城前进军长大 总是会懂些事情的 皇帝陛下一笑无语 咽过片刻 范贤不知道 是因为紧张还是什么 不停地喝着酒 这些酒浆呢 顶多算黄酒一类 度数不高 喝着也是酸酸甜甜的 范贤没觉得如何 但在旁边朱冠的眼中 这少年喝酒的模样 着实有些动虎凶猛 就连礼部侍郎张子前 也忍不住地提醒说 范大人哪 不要喝多了 万一殿前失忆 那可是大罪呀 听到范大人三个字 知道对方是在提醒自己 这可不是刘金和尚啊 而是在庄严深宫之中 自己的身份也不是酒客 而是个臣子 范贤心头微笑 却是真气逆晕 将酒意呢 逼至脸上 眼眸里边顿时多了一丝迷离之意 他压低了声音 不敢瞒老大人 较之实在有些紧张 还不如赶紧饮些酒 也好放松一些 张子前看着他 罪态出浅 似乎听不清楚自己说话了 只好摇着头苦笑 嗨 宰相大人称病不来 你那父亲偏生也不来 却将你这小子交给我管 如果这真喝得烂醉如泥 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呀 对面北极使团这些天 可着实被红卢寺那些外交官员们为难惨了 此时见到范贤的模样 不由是相视一眼 心中是拿定了主意 这些天呢 虽然范贤身为副使 可一直沉默不语 但使团众人却是 身为厌恶那张漂亮脸蛋上 时刻流露出来的蔫坏 北极在沁国京都 依然是有不少探子 当然知道 沁国红卢寺此次 之所以如此厉害 全是因为这个叫范贤的副使 在后边出的坏主意 至于出的是什么坏主意 这却没人知道 如今两国谈判已成 双方皇族已经化了压 肯定是无法再反悔了 不过北极使团的心中 却依然有着大疙瘩 看着范贤的罪态 常宁侯是阴险的一笑 他站起身来 对着高处恭敬行礼 陛下 这些日子双方谈判辛苦 贵国红卢寺众也是辛苦 不知外臣可否敬 诸位红卢寺官员一杯 以正两国情义 常宁侯发话之时 东一城使团坐在他们身边 自然也将范贤的罪态看在眼中 他们知道北极人想干什么 只是冷眼旁观着 却没凑热闹 龙椅太高了 陛下与皇后似乎没看清楚 这场场间的暗流 也自然不会注意到范贤 呵呵一笑就晕了 太子也凑圈 常宁侯自然要尽兴才行 所谓场上对手 场下是朋友 当然 酒桌之上就只是对手了 太子其实是想表现一下 自己的谈吐 但这谈吐实在是一般 而且他不清楚 事情将会如何发展 倒是愁坏了 坐在下方的红炉寺重官 这些天的谈判里 大家早已经把范富士 当做自己人了 怎么能让北极将范富士灌醉 但是双方坐得太远了 没法子帮忙 范贤微笑着 与北极使团饮着酒 心里边却又隐隐的不安 最近几天 长公主管理的那些商会 开始对淡泊书局下手了 提指架 压书架 简简单单的两手 就让范思哲和七叶掌柜 非常郁闷 但他知道 对方真正的手段 应该在后边呢 而他今天的手段 正好需要酒浆的帮助 不醉酒难 这装醉就更难 这是范贤第一次 宫廷侧验时 最强烈的感觉 北极那边也不行了 八个使臣倒了六个 最后连长宁侯 都不顾着自己的身份 结果也是壮勇牺牲 半挂在范贤的胳膊上 直到此时 一直与皇后和庄穆涵大家 轻声交谈的皇帝陛下 唇角威占孝道 宫里已经很久没这么热闹过了 那位庄莫涵呢 一直沉默着 只是偶尔在 沁国皇帝陛下的发问下 才会轻声回答几句 摆足了一代名士的派头 此时呢 顺着皇帝陛下的眼光望去 似乎也才刚刚发现 那边的嘈杂 他看着那个 正抱着北极长宁侯 灌酒的漂亮年轻人 好奇地问道 那位年轻的大人 就是施家范公子吗 这位名造天下的文学大家 似乎很难相信自己的眼睛 那位传说 只凭借三首诗 便成功赢得诗名的少年才子 竟然是个好酒之徒 皇帝陛下 似乎也有些微微的恼怒 他提高了声音喊道 范贤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长古大妈 第八十集 整个宫殿的人 其实啊 大半个耳朵都在仔细听着龙椅上的动静呢 生怕有一时不察 所以当陛下发话的时候 偌大的一座宫殿里边 顿时就安静了下来 鸦雀无声 除了那个叫范贤的年轻大人 依然在不停地嚷着 眼上 眼上 那似乎是南方的某种说法 看来这小范大人真的喝多了 范贤 看见那小子喝醉了 太子也忍不住地 压着怒意呵斥了一声 毕竟范贤为副使 是东宫的建议 也正因为此事 范贤今日才有入宫的资格 范贤丢脸 在太子的心中 自己也不怎么光彩 似乎是察觉到了这宫殿里边的气氛 有些安静的怪异 范贤有些愣愣的站在原地 眼光有些迷离的四处扫了一扫 但那漂亮脸蛋上 却透露着一份酒后的洒脱狂义 谁喊我呢 朝中凡是与范家宰相家 交好的大臣们 听见这小子的回应 都恨不得马上把他嘴巴堵上 然后塞进马车 赶紧扔回范府去 但出乎众人意料的是 高高在上的皇帝陛下 听见这声 只有在酒楼上才有的应答号 却似乎并不怎么生气 反而呢笑了起来 是朕在喊你 听见朕这个字 不论是真醉还是装醉的人 都会醒过来的 范贤也不例外 他赶紧攻身行礼 臣 臣罪该万死 臣 臣喝多了 他这一松手臂 一直被他挽着的北极常宁侯 醉醺醺的就瘫软了下来 啪的一声 摔在地上了 清国官员 见敌国的谈判长官 摔得如此狼狈 嘴角是泛起了微笑 十分得意 北极使臣这边 唯一没喝醉的两个使臣 赶紧将长宁侯扶回座位 自有宫女体贴地送上了醒酒汤 皇帝陛下赤道 朕当然知道你喝多了 不然定要治你个殿权失忆之罪 范贤是勉强地保持着宫山的姿势 他苦笑着分辨 臣不敢自辩 不过 有客远来不亦乐乎 不将北极这些大人们陪好 臣身为接待赴使 不免是执私 没有完成好 瞧瞧瞧瞧 这还是不敢自辩 若她自辩 只怕还会说 是趁让她喝的 与她无由呢 皇后知道 陛下一向最疼爱 陈郡主的丫头了 也不知道 她是不是爱无疾无 微微一笑 既不为范贤说好话 自然也不会傻到 出言斥责 范贤哪 这是皇帝陛下 第三次 在殿上换出他的名字 众官数耳听着 内心深处 却品杂出了别的味道来 看来这范家与皇室的关系 果然不一般 你范家 与朕的情分不一般 在朕的眼中 你也只是个晚辈罢了 且不论君臣 当朕说话之时 你还是得把你那张利嘴 给避着 不要以为朕 不知道你在酒楼上 那番胡走乱语 小小年纪 朕以为嘴皮子利索些 便将这天下之人 不瞧在眼中吗 明是贬持 暗中却是呵护有回呀 群臣群使哪有傻瓜呀 怎么会听不明白呢 果不其然 只听陛下轻声说 至此 下莫名业 君臣融洽 帮已有辜 范贤 你相有诗名 不若 作诗一首 以至其诗 群臣也这分分附和 知道这是陛下 给范家一个颜面 看来陛下是灵机一动 想借今日停宴之机 让诸臣知晓 这范世子 这位八品的邪绿郎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陛下这是要给范世子 一个出头的大好机会啊 只是 这小范大人此时喝得半醉 只怕会浪费的这个机会 真是可惜了了 范贤的酒意上涌 确实有些迷糊 但这番殿前对话 却是听得清清楚楚的 他自嘲一笑 对着龙蚁方位一拜 陛下 下臣只会些酸腐句子 哪敢在一带大家 庄莫涵老先生面前 献丑呢 此言一出 群臣目光都望向了庄莫涵 这才明白陛下的意思 绝对不仅仅是给范世子 一个出头露脸的机会而已 而是要借此机会 向天下诸国万民证明 论武 庆国是举世无双 论文 庆国也足以匹敌 庄莫涵的才子 范贤万里悲修常做客的名头 在京都早已经想了数月 只是他后来肩不作实 这才渐渐淡了 诸臣听他一句话 便把事情推到庄莫涵那儿了 还以为他和陛下 早就在暗中有个计划 要打击一下 北极文坛大家的气焰 其实范贤不过是猜的 前世的经验 并不足以让他能够猜到帝王之心 但是 看庆国近来闻风之盛 想来这位陛下 一直不甘心战场之上 无意合之敌 闻场之上 却始终被北极人视作难瞒 这位庄莫涵来国之后 初入攻进 虽然是太后及诸位娘娘 敬其闻名 但是只怕陛下心里会很不舒服 偏生沁国 并无文章打架 于是乎 自己这个超文功 便很无辜地 推上了擂台 范贤知道 自己没有猜错陛下的意思 因为隔着老远 他强力的目力 依然能够看清楚 皇帝陛下的双眼 渐渐地眯了起来 目光优舍里边 透着一丝欣赏 这欣赏 自然是欣赏小贩大人 身名震心 同时也是警告 左手好诗出来 莫在庄莫涵的面前 丢了庄莫涵的脸面 不如你做一手 让庄莫涵先生品品一番 若不佳 可以罚酒的 皇后此时微笑着说道 她也清楚 自己身边的男人的想法 提前是布了后手了 事已至此 还能如何 范仙回到席间 不顾的醉意已浓 他又请一杯 让微酸的酒精 在口中品砸一番 眉头紧锁着 众臣皆知 范公子极才 所以暗中替他数着数 大约数到了十五的时候 范仙双眼里边 清光微现 满脸的微笑 他双唇微起 对酒皆歌 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清清紫巾 悠悠我心 但为君故 沉吟至今 我有嘉宾 古色吹声 明明如月 何时可多 气阔谈宴 心念旧恩 月明星夕 乌去南飞 绕树三杂 何之可依 山不艳高 海不艳深 周公屠府 天下归心 如同范贤 每次丢失 打人一般 此时一出 满堂俱进 此乃曹公 当年大作 范贤删了几句 抛枪了出来 至此殿堂之上 天下归心 正好是 契合陛下的心思 而最妙的是 周公屠府一点 在这个世界里边 居然也存在 而且此周公 却不是 报皇帝之徒 而是实实在在地 做了皇帝 故而 范贤敢于 堂堂黄黄地 写了出来 许久之后 宏大的宫殿之上 群臣才 齐声喝彩 好诗 皇帝陛下 面露满意之色 他转手望向了 庄默寒轻声说道 不知庄先生 以为此事如何呀 庄默寒是面不改色 他这一生啊 不知道经历过 多少次这种场面 也不知品评过 多少次诗词 之所以能以 天下市民敬重 就连殿下这些 沁国官员 有不少 也都是读他的文章入诗 所医持的 就是他的德行 与他的眼光 当然 最重要的 还是他自身 红薄的学问 好诗啊 庄默寒轻声说道 他举块 加了一粒花生米吃了 果然是好诗 虽意中有段 但强在其智 诗者 意为先 智为重 范公子此事 意足至实 确实是好事 想不到南庆如今 也能出人才了 范贤 范贤微微一笑 他对于这位文坛大家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只是不喜欢对方的做派 浅浅一礼后 便往自己的席上归去 只是脚下呀 有些亮相 亭上的朱官还在窃窃私语 小范大人先前的失去 如果一般而言 文士到此便算罢了 但今天殿间的气氛 似乎是有些怪异 一个人呢 冷冷的说道 庄先生先前言道南庆 本就有些不妥 先生是文章大家 世人皆知 在这诗词一道上 却不见得有范公子水平高啊 何必妄自点评呢 本朝文士众多 范公子自属佼佼者 且不说今日十五书内成诗 单题那首万里悲酒常做客 臣实在不知 这北七国内又有哪位才子可以写出来 这话说得非常不妥呀 尤其是在国之盛宴上 显得是异常无礼 庆国皇帝也没想到 寻常的文士竟然到了这一步 陛下的眉眼间渐渐皱了 不知道是哪位大臣如此无礼 但这人毕竟是在为本朝明不平 却也没办法降罪于他 范贤停住了回夕的脚步 略带歉意的向庄默涵行了一礼 表示自己并无不公之意 庄默涵呢咳嗽两声 有些困难的在太后 只给他的小太监搀扶下 站起身来 平静的望着范贤 范公子失明早已传至大旗上京 那首万里悲秋常做客 老夫倒也是时常吟嗽 范贤忽然从这位文学大家的眼中 看到了一丝怜惜 一丝将后路斩断的决然 范贤忽然心中大动 感觉到某种一直没有察觉到的危险 正慢慢地向自己靠近过来 他久一见上 却猛然地回头 在殿上酒席的后边 找到了那张挑起战士的脸来 郭宝坤 是被自己打了一拳的郭宝坤 太子近人郭宝坤 宫中编钻郭宝坤 他今日也有资格坐于席上 但很明显 他说的这番话 事先太子并不知情 一太子和范贤都看了一眼 都眯着眼睛 看着郭宝坤那张吟有得意之色的面容 不知道他究竟想做什么 范贤氏感觉到了危险 他微微笑着 此时呢 听得庄默寒又咳嗽两声 向陛下皇帝行了一礼之后 他轻声说 老夫身属大旗 心却在天下文字之中 本不愿伤了两国间的情谊 但是有些话 却不得不说呀 陛下的脸色 也渐渐平静了下来 他从容说道 庄先生 弹将无妨 陛下说话的同时呢 皇后也端起了酒杯 她张嘴欲言 但又收回来了 风急天高 远笑哀 主星沙白 鸟飞回 无边落幕 潇潇下 不进大江 滚滚来 万里北秋 常做客 百年多病 独登台 艰难苦恨 凡双病 潦倒心庭 啄酒杯 宫殿之上是无比的安静 不知道这位 明动天下的文学大家 会说出怎样惊人的话来 这诗的前四句 是极好的 听着末一句 群臣是大过不解 这首诗 自春时 出现在经中 早已是传遍了天下 除了大江中的大字 听着有些读得不舒服之外 众多诗家 向来以为此诗 全无一丝可挑之处 但这精华呢 却在后四句 不知为何 这庄默涵 反而言之 只听庄默涵冷冷地说道 之所以 说这前四句是好的 不是因为后四句不佳 而是因为 这后四句 不是范公子写的 死言一出 殿中是一片的哗然 然后就马上变成死一般的寂静 没有谁再开口说话了 范贤是假意的恶人 却明白了许多事 倒也是平静下来 醉酒后的身子 斜斜呆在脊上 满脸微笑地看着窗默涵 几个月之前呢 林婉儿就说过 宫中有人说 自己这诗是抄的 当时自己并不在意 他没料到的是 今日爆发了 郭宝坤挑起了此事 显然是得了某位贵人的授意 自己入侵之后 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 便是所谓文字上的名声 若是他将自己的名声全都毁了 在这样一个 极重文章德行的世界中 自己只有主动退婚的份了 范贤听 庄默涵念了前四句后 便心下大安 看庄大家依然不知 大疆是长疆 便知道 自己最害怕的事 并没有发生 如果想指证自己抄袭 庄默涵只有靠自己的学问 与清明压阵 仅此而已 只是不知道 长公主是怎样说动 一向名声极佳的庄默涵 千里迢迢地 来做小人的呢